Linux 核心设计 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 核心设计讲座 那我们这次来继续探讨Linux 底下的中段处理 以及说包含各式的现代架构 那我们这边讲的现代架构包含说像虚拟化 还有一些新的安全架构 也许你听过像刷子用这种一些由硬体去支援的一些机制 那我们在之前已经有谈论过一些中段的概念 所以你可能会知道说包含说中段触发 然后过程中呢就来自不同的装置 中段触发那一路从这个中段处理的尝试 然后到Kerno里面它有一些对应的一些路径 所以像你在画面都可以看到说 事实上在Kerno要处理中段 其实它的路径可能是很复杂的 因为我们还有考虑像Nasty Interrupt的存在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就是说在之前我也有探讨过 这些中段处理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Ice R就做完 那实际上你会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机制 那比方说你可能知道有像Solve IRQ 像这样的机制去辅助 事实上我们有把中段处理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要立刻处理的 我们说要Hot IRQ 那另外一个是可以排成 所以注意到就在Linux里面很术语 你会发现里面有时候会出现的是Sought Sought一般来说就是指说我可以排成 或者我可以拖延就我不用立刻去处理的事情 我们就会把它调成Sought 或者说比方说像这个系统呼叫 系统呼叫我们称为叫做Sought Interrupt 就是软体中段 那软体中段很特别就是绝大多数的中段 都是由你出发 然后这个时间是没有固定的 但是在软体中段来讲的话 可以由程式开发的决定什么时候要出发 然后在我们刚才提到这个Sought IRQ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Testate 那这样Testate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课论里面有一些那种专门来协助做一些 这些小的事件 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像ISR 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事实上的课论里面 有一些这种专门的一些小的一个操作 那你知道这个Sought IRQ之后就会有这个Testing 然后再次会有像这个VoQ 那VoQ的话就是你看到说 基本上在这边来讲话有一个差距 就是Sought IRQ也好 Testing也好 它是在Interrupt Context里面 然后VoQ也有趣 它是搭配 搭配这些我们所谓的Process Context 所以搭配Process Context 你可以做一些更复杂的一个操作 然后我们刚才讲到Sought IRQ Test It 还有这个VoQ 那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在Kerno Mode里面之行 那你会看到有些中段其实蛮复杂的 就是说它需要搭配很多的不同的操作 它不是做Kerno里面处理中段 像这个手机好了 我们常常用手机举例 因为手机在太有趣了 它里面包含的背景知识实在非常多 你想一个简单的事情 你看很多人都滑手机 对吧 滑手机 但是你们想过滑手机过程中 其实它背后的学问是很大的 首先你看 我这个萤幕现在是关着的 然后我现在把它按个按键 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萤幕点亮了 但注意到的原因是 这个滑手 不是滑手 这个触碰萤幕 触碰萤幕的事件跟萤幕会不会亮 这是硬体上是不相关的 注意我再讲一次 事实上你在怎么摸这些东西 其实在硬体的角度来讲 这个触碰萤幕是触碰萤幕 那萤幕要不要亮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硬体 那你可能知道说 以萤幕来讲的话 这个萤幕是什么 它底下会亮是因为它有一个背光模组 但它前面的话是一个触碰的一个媒介 它可能用电容式或电阻式 不管它用什么机制 总之它其实是不同的硬体 只是因为它刚好放在什么 放在很相近的地方 你可能觉得它在一起 所以事实上 像这个滑手机过程中 它的背后的学问是很大的 首先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首先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中断触发 像画面有块这样 中断触发 中断触发之后 我们处理器的模式会改变 然后我们会找出对应的这个IRQ 所以以这边来讲话的 我按一个什么 按一个按钮 那我按一个按钮之后呢 为什么萤幕会亮呢 事实上它不是一路这样子过去的 它其实被我考虑事情还蛮多的 就是说这个 我按了触碰萤幕之后 我按了这个按键之后呢 我有个中断 那我这个中断收到这个按钮 那按钮这个资讯之后呢 我接下来要干嘛 我要想办法让这个萤幕亮起来 所以事实上你大概可以想见 它觉得比萤幕中这个显示的图 还来得复杂 事实上它还涉及到什么 把特定的程式把它换起 所以我们叫做Wakeup Process 所以你可以看说 我们在课论里面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机制 因为哪怕只是按按键 然后让萤幕会亮起来这件事 它其实它不是个单一事件 再讲一次 我们按的按键呢 是一个什么 是Button 这个按钮对应的IRQ 但是这个IRQ 它背后呢 做这个ISR 其实它没那么单纯 因为它还涉及到 把另外的程式把它换起 那以你的手机来讲 整个事更复杂 因为你要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在你处理器休眠的时候 你的处理器本身 可能进入休眠模式 也就是说 我处理器呢 它不会是全速运作 它会进入一个 等待中断的一个状态 就是进入一个省电模式 可是这个省电模式里面 有意思的地方是 其实资料是放在记忆体的 但是处理器有可能关掉 或者说呢 像这个处理器 像我手上这个手机里面 它里面有10个 CPU的核 我再解释 它里面有10个CPU Core 可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实际上我在换写的时候呢 我要把这10个CPU 把它换写 它势必是有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事实上呢 我们在探讨 电影管理这个机制的时候呢 它的确还是有interrupt 但这个interrupt 比各位想象可能 再复杂一点 不过没关系 我看你不用把 思考太复杂 我们重新去 在我们之前已经稍微提过 就是说 事实上呢 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掌握中断 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哪里 它就是一个 我们称为叫做 Preemptive Context Switching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在这个中断触发 来讲的话呢 很有意思 中断触发呢 中断触发处理完之后 一定会涉及到Context Switching 但是注意到 如果你只是 系统呼叫 它不见得会有 涉及到Context Switching 有时候 在特定的情况下 我如果只是 执行系统呼叫 也就是说 我从Kerno Mode 跳到Use Mode 不 Use Mode跳到Kerno Mode 然后再从Use Mode Kerno Mode再跳 Use Mode 如果是这样的情境来讲 它不会有 额外的Context Switching 它只有Mode Switching 就是这个处理器的 模式改变 但是 在这个ISR的话 在这个InterRod处理来讲的话 一定会有Context Switching 就是说 在我Return的时候 注意到 InterRodReturn 我说IReturn IReturn的时候 一定有Context Switching 一定会发生 然后呢 再注意到一个议题 就是 注意到有什么议题呢 就是说 部分中呢 我们要去思考 一个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呢 我们中间呢 复杂的地方在哪 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 当我中端出发 然后呢 我CPU的模式改变 切换到这个 处理 专门处理中端的模式 然后说 以UN来讲的话呢 UN的处理器 就支援一个模式 叫做 InterRod Mode 所以我在执行 ISR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模式 就有可能会有 不同的缺陷 再讲 每一个CPU架构呢 它其实这方面 是有很大落差 但是 以UN来说的话呢 它的会去平常的模式 或者专门在处理 InterRod模式 那我们的ISR 就是在专门 在InterRod模式下去执行 所以它会有 涉及到不同的权限 不同的权限呢 它就有不同的执行方式 好 比方说呢 在UN的处理器来讲话呢 它的中端的 就是在中端的模式下 事实上 它能够用的战刃器 可能数量也会不太一样 所以特别要注意到 这个议题 好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就是 事实上呢 我们在处理中端的时候呢 其实 我们的ISR呢 其实可能会这样 它会切 可能会分成好几个部分 好 就像刚才提到 我们有Hard IRQ 好 赶快去执行部分 好 然后说完IRQ的话呢 就是事实上呢 我这个中端处理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后面来讲的话 它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InterRod 就可以处理完 事实上它可能会设计到 好多个InterRod 然后为了要能够降低 InterRod的延迟 所以在Linux Kernel 引入一个概念叫做什么 叫做Bampel 缩写叫BH 那它就是说呢 把这个中端处理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上半段 一个下半段 那上半段就是立刻要回应的 刚才提过 上半段回应 那后半段呢 事实上它本身可以拖延 比方说像你的手机来讲 你按了按钮 按按钮这件事呢 它已经上半部分 就是我赶快有哪一个按钮把它系下来 它按钮那个状态 到底有没有按好之类的 之类的 之类的 然后呢 后半段需要把萤幕换起这件事 它可以往后拖延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成为一个 上半段跟下半段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之后呢 对于这样子这个 Nasty Interrupt 就会有更好的处理 就是因为 我会遇到一件事就是说 当我处理中段处理到一半 又有新的中段进来 那所以事实上呢 我需要把原本中段处理 那个尝试的里面的一些 一些状态把它保存下来 这样的话 我才能够让新的中段 得以置信 特别注意到 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议题 好 然后 接着我们来 开始做一些实验 就是我们在 上半步的话 我们讲一些概念 那下半步的话 我们来搭配一些实验 然后给各位看一些真正的程序码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搭配这份教材 这份教材很有新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教材 点开之后呢 你就看到这样 那它的Linus Kernel版本会变更 它是事实上有变更过好多次了 那目前我们是以这个4.15.0做这个示范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Lag 那这Lag就是说 它的目标就是跟周边 这个Pelifical Device 就是那些周边的沟通 然后呢 在这边来讲 它示范一个Intel的处理 然后以及说 这个 就是说我们事实上的中段处理 其实还可以把 跟Polastic Contest会有关 好 然后我们略过一些说明 那你可以看到说 一件事就是说 在这个 Intel的处理来讲的话 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机制 叫做Polts 这个Polts是在讲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事实上呢 在 尤其是PC架构 最重要 在PC架构的话呢 里面用的处理器 多半是这个Intel Intel这个X86系列的 那X86这个 这样的处理器 其实它的设计很有意思 就是说它的Io呢 有可能 有可能是 有机体映射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建议一个周边 有种一样 以及用手机来做例子 像我这个手机上有一个萤幕码 很显出的份是萤幕 那如果你是采用 机体映射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Memory Map 这个方式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把这块周边 注意大家 这个是一个周边 这显然是一个萤幕 这个周边的资料操作 对应到一段连续的机体上 所以你只要读写 特定的连续机体 就相当于操作这个硬体 所以比方说 你要去更新 萤幕上的某个Pixel 那你就是在 给定的一个连续机体空间里面 去改变里面的数值 就可以做 然后同理 如果你是要去 比方说像网路卡 那网路卡你需要 去读写封包的这个资料 也可以做基尼映射方式 但是呢 在S86底下呢 还有一些模式很特别 它模式呢 就是说 它需要对一个 像一个像SiriPort这样的东西 我们重番译叫做序列铺 像序列铺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要做 做资料读写 那资料读写的时候很有意思 就是说呢 事实上呢 我需要一个什么 我需要一个IoPorts 那这个IoPorts呢 在做什么事情 这个IoPorts就是说 我需要去看我的周边 然后呢 我对这边周边号码 注意到 这个号码它不是实际上的 不是映射过的记忆体位置 它其实是一个号码 所以我透过这个IoPorts 找这个号码 有点像说 我先找到是高雄港啊 基隆港啊 还有这样 就是像这个港孔 这个事实上Ports 在英文上的意思也是这样 它就讲说港孔 那港孔事实上呢 像高雄港 它是这个我们在亚洲 非常大的一个港孔 然后事实上呢 它里面会有分不同的Ports 就是说你事实上要 像是渔货啦 或是货运啦 这些东西呢 其实它会在不同的感官里面 去操作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比方说像这个 比方说我们连到一台电脑上 比如说连到一台机器上 那我们这边会对照两台机器 就是说像这边的机器是 你可以看到说什么 它是X8664 就是所谓的Intel架构 那我们做刚才那个实验 好 做刚才那个实验 把iopo列出来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像这个 在Intel架构下 其实列出蛮多的 像这个PCI-Bus 那你看PCI-Bus上呢 就会穿接很多不同的周边 有这个 Timer 这个计时器的 有这个键盘 键盘可能还不止一组 然后再次像这个FPU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你甚至可以看到说 像一些 涉及到 机体的 一些周边的管理的 像是 或者说像什么IPMI 这一系列议题 然后这上面呢 还有一些可能会弄不太出来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像这个XM-Bus 那像XM-Bus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 像如果你用笔记型电脑的话 电池 电池的一些电量 电量中的那些显示呢 它往往就通过XM-Bus 看到这些硬体周边 不要太害怕 就是说 的确它是一些 另外的知识 但是就是 你大概接触到 在那里面学就好了 我们这次来讲的是一个 通用的一个中断处理的概念 然后呢 但是如果说呢 如果把这个东西把它 换到不同机器上 不同架构上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什么 那举例子是 S8664 S8664的这个架构 那如果说你换成 on的架构 这边是 ARC64 那就是 ARC64 你可以叫到 你可以叫到 ARC64 那如果说你做 刚刚那个动作呢 比如说你看这个 AirPods 然后这指线升到完 你看这个 这个资料量 这个资料率少很多 那甚至在某一些 ARC的硬体上呢 你做的这个指令 AirPods 它可能不会显示 这是正常的 所以注意到 这是那个 在不同的硬体周边 不同的硬体架构 但AirPods的资源会不同 然后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 像这个 Intel架构下的 用不同的Pods 就是说我指定哪一个 哪一个什么 找到它的特别的号码 那找到特别号码呢 我再怎么 再去下额外的一些 AirPods的指令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是 所谓的Memory Map 机体映色的方式 那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 On的处理器来讲的话 绝大多数都是用这个 Map的方式去做 那如果说你用AirPods的话呢 注意到 它就不是做机体映射 所以事实上 你是指定了 找到这个Pod的编号之后呢 你用Int B 或是Out B 或者Out L 就是看你的不同的宽度 就是我针对这个Pods 去读写资料 然后 你可以继续看这个 底下的一些说明 然后 接着我们会好奇说 一旦一个中段处理 实作出来之后 就是说 你的Linus能够开机 你能够 做一些操作 比方说能够上档 或者是说 打开一些中段处理 很显然是吧 是那些必要的中段处理 都已经 都已经注册好 而且实际上执行了 那我们就好奇说 像这样一个中段处理 设定好之后呢 实际上它是怎么运作的 那我们就 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 那注意到我们这边实验呢 就是我们为了简化 我们是用那个 And架构来看 你看这个And架构 我把整容再小一点 像 像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会看到说 我们执行这个 CATS proper底下的这个interrog 这个打这个命令之后呢 你会看到说 它的会有不同的编号 CPU0 1 2 依此类推到7 那实际上 你去用HTOP去看的话 的确你看到什么 有8个处理器核心 那8个处理器核心 所以我们在这个 我用这个 CAT这个 PROC底下的interrog 就会显示不同的核 或者不同处理 所以注意到 不 我们讲多处理器 多处理器的时候呢 有一次的地方是 它有不同的核 这个很简单的概念 但是有一次的地方是 不同的核实际上 有做不同的事 所以你看 比方说你 注意看一下这边有个东西叫IPI 好 那你如果不知道IPI是什么东西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IPI 那你可以搜寻一下 好 那这个东西我们正在叫做 interprocessor 就是说 顾名思义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就是说 它是在 不同的CPU core之间 做什么 做这个通讯 好 然后呢 像这边 所以你可以刚才来讲话 这边有列出来 它其实在不同的这个 IP 它里面有不同的IPI 比方说 比方说像 像这 以这个画面中来讲话 这两个处理器的核 一个叫CPU0 一个叫CPU1 好 那0跟1呢 有可能怎样 呃 两者可能其中有一核 就是在睡觉 好 那所以呢 我如果说 我现在比方说CPU0 是醒的 那1呢 是睡觉的 那我0 是醒着 我想要把1 唤醒 所以我就会发什么 会发一个CPU wake up interrupt 好 那同理就是说 如果呢 我需要做一些动作 比方说 呃 什么动作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画面中这个 就是我这边有 不同的工作 你看这个 红色 红色的线 比方说它是这样 现在是有工作的 然后呢 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诶 这个地方的 比方说编号4的 这个处理器核心呢 它的那个工作 有可能会搬到 编号8 或编号5 像这样我要做Migrate 就设计到什么 像是这样 Rescheduling 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甚至有可能 甚至我可能要 进入休眠的状态 总之呢 我有不同的IPI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画面中来讲的话呢 事实上呢 每一个核都会有不同的处理 那更有意思的地方是 有个东西呢 我们称为叫做Timer 这就是一个计时器 那这个计时器呢 我们之后会有个讲座 专门在讲Timer 讲这个Clock Timer 在Linux Code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那不过我们在这边来讲 我们只是先用个 比较概括的去看 那你可以看到也很好玩 我今天从CPU0 123一直到7 那我会有个东西叫Timer 那事实上每一个Core 都会有个对应的Timer 然后你会发现有些Core 它的数字特别大 对 你会发现说 这边0的数字很大 那这个数字呢 就圆大于什么 圆大于编号7的 你看那个位数就不同 对 刚开头 跟它的这个数字总量就不同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会跳 比方说现在你看 后面是786 那我们再重新Cat一次 好玩哦 就是原本是786对 对 它是什么 它是2786 然后呢 往这边就是 就跳了很多次了 像这个是 叫做什么呢 就是3727 3727 好对吧 然后后面跳到哪里 后面跳到 4016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事实上有太跳 但是呢 你看那个CPU7呢 它跳动就比较满了 你看 这边是053 好 然后这边才跳到15 好 所以这个事实上它跟这个跳动不同 好 那你可以发现说 事实上呢 每一个core 它其实都有嘛 它 尽管它每个core 都有对应的timer 好 但是它跳动的频率 其实会不一样 好 那你注意到 这个是在 现代处理器有一些很特别的特征 好 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 这个机制呢 我们就称为了什么 这个叫 这个叫 就是说 事实上每一个 每一个CPU core 好 我们的 在实作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除了周期性的去触发中断以外 事实上呢 我可以设定说 我不要周期性的触发 好 而是说我是事件导向 好 那所以以这边来讲话呢 你会发现 我这个CPU里呢 显然怎样 显然它是 它的这个 Timer 英特化是触动比较多的 好 那 同理 CPU7呢 它的跳动是比较少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两边呢 其它是怎样 它有不同的更新频率 好 然后更新的这个方式也不同 好 那 所以在定用时来讲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呢 我们这回家刚才提到 就是叫Tignis Kernel 我呢 它不是 我们中间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 嗯 中段的更新呢 它不是随着周期而定的 就是它不是这种 Regular Interval 它是什么 有需要的时候去 去触发 好 那在Linux Kernel 从这个 我想想哪一个版本 好 2.6 或者说这个 呃 之后3.10 它做这个很大的扩充 那 那 事实上这个 这个特征不是只有Linux有 其实很多啦 像Mac OS 或者是Windows 的系统上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这样的设计 引路之后呢 它会变很有趣 就是说 我这个Tick 它跳动 事实上就是这样 它不是固定的频率 固定的周期 不是 它是 依据你的事件 然后 那 Tickless引路之后呢 它其实对整个 Linux的生态 却很重要 比方说像手机 手机呢 以前呢 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醒来 醒来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任务 没有任务的话 继续睡 所以 你可以想像中间的 事实上像手机这种装置 它常常就是在休眠 对吧 那我引路Tickless之后呢 我很可能这样 就可以更省电 注意到我们讲的可能 实际上省不省电 其实要看使用情境不定 所以如果说你的手机是处于说 多半时候没在用 比方说像我在 现在在 直播这个讲座 我的手机不肯拿出来玩 对吧 你没有心理看玩手机嘛 所以我的手机其实在 在这一次的 讲座过程中 事实上是没有在用 那 所以我就不需要 没有必要周期性的醒来 然后又继续睡觉 所以我就设计说 我有个事件 比方说我按了什么 按了这个 按了这个 就是按了这个 按钮 螢幕旁边的按钮 或者说我特定的一些 按键 或者说 闹钟响 什么叫RTC RTC 这样的一个 事件 触发之后呢 我才什么 我才 我才 去 做我的这个 开门的更新 那这个是一个 然后再来是 对这个server的管理 也是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server 或者说所谓的 云端运算的东西 那这些 这些云端运算呢 里面都有大量的伺服器 那这些伺服器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这些伺服器它里面的 CPU Core 数量很多很多 我们看一个多的 像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什么 24个Core 其实还好 给大家看更多的 比如说呢 我上个月弄了一台新的机器 两个月弄了一个新的机器 不小心就64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很多现代机器 都是这种 CPU Core非常多 注意到64个是基本款 这台很便宜 就是这台是那个 便宜实用 这是它是什么 那个 MD的处理器 便宜实惠 然后这是这个 是 MD的重返冬药 在这边 所以它是 硬体上是32核 然后你可以打开HT 之后呢 就变 你可以看到 64核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当我有这么多 CPU Core的时候 中段处理 就Tickness 会变得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让 越多的任务 去做切割 我们称为 叫做Partitioning 就是说 我们会去思考一件事 你可以想 就是 假设呢 我们把第一个CPU 编号1的 在画面就看这个 编号1的 我专门来处理这个中段 所以像这个Timer 这一列中段的量 这边是更新的 比较频繁的 就是编号1的 就是这个CPU编号0 也就是第一个CPU Core 我让它中段处理比较频繁 那其他的核呢 基本上不处理中段 因为说不处理中段 或者处理中段比较少 那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意义可大 你去思考一件事 假设我其他的核 比方说 第64核 63 61 这些它可能执行资料库 资料库的查询 搜寻引擎 你可以想像说 它的 都很频繁的这个 运算 又有资料的存取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只有相关的中段 才会出发 让我尽可能在这些核呢 专线做一些 不管是科学运算 资料查询 这些很复杂的处理 它可能要走防记忆体 走防很多地方 然后套用很复杂的运算 但不管它做了什么事 它在执行过程中 不会被打扰 那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说 它可以让什么 让这个 我的任务 打扰越少 但其实怎样 越有可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 所以注意到 在这个社会管理来讲 Tickness也是非常关键的 它就不是着重在审电而已 更大着重是在 测定的任务 就是说 我能不能去把它Partition 就只有对应了这个 哎呦 不要可以把这关键子把它先记录起来 那这我们再去探讨 所以因为这个Intel架构很复杂 所以我们就不用Intel架构做例子 我们用安的架构做例子 那我们再去看 所以刚才看到说像这个Timer 那除了Timer以外 你会发现其实它会有像刚刚提到的IPI Inter-Processor 不是Process 是Inter-Processor 就是处理器跟处理之间 这个不同的CPU Core 中间通讯的机制 好 好 然后 那我们再去看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到是说 你去做刚刚那个实验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在那边显示 那当然 Intel架构就会 就会 丰富一点 Intel架构 你可能好奇 可以看一下 interbox 那就复杂了 因为第一个我们在处理器很多核 0063567 一直到 63 所以这个资讯量很庞大 所以只好给大家看 比较 比较弱一点的电脑 那这个电脑CPU核比较少 它只有24核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什么 诶 像是什么 像是这个PCI的资讯 然后 或者说像刚才前面有讲到什么 讲到 讲到一些 胎门 那除了这以外呢 像这个 Intel架构呢 它会有些很复杂的东西 从API系 然后搭配整个到不同的各式周边 那这些不同的资讯 那其实会随着处理器的 版本改动 以及说你有没有开启特定的操作 比方说 如果你有开启虚拟化的话 它可能还有个什么 Hypervised Callback interbox 像这样的一个处理 好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一个 有一个 叫做 PROC State 好 看一下 用Und 做例子 像 像这个东西呢 就很有趣 就是 而且 打开这里 打错字 好 那 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在 事实上呢 在 Linux的 P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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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System 它是一个虚拟档源系统 这个虚拟档源系统里面呢 它就会去记载一些资讯 比方说我的CPU 012345 一直到 13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INTR INTR就是表示这个 interrupt 就是说INTR发生的 总量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不然说 我现在这个什么 有多少process 正在执行 所以你在这个像 HTAP 看到一些资讯呢 就可以跟这个东西可以对应得到 所以比方说 我这边有多少个task 有多少个thread 有哪个正在执行这个process 好 然后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来讲话 就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这对应的实验 那底下呢 你可以去下载它的这个 底下你可以去下载它的这个 虚拟机器 好 然后 然后你可以去执行 执行它的这个CNOMATCHO 好 然后 可以跟着这个上面一起做 做这方面的这个实验 好 然后我们这里呢 就是在 再继续做 一些相关的一些实验 好 然后我们这边呢 所以参照到这一份材料 好 那这份材料很好 注意到 它里面有个缺点 就是 像标题看得到的地方 它的版本 这边的范例程式码 比较旧一点 它是4.10 那 那 今年的话就是 Linus kernel 5.0 好 会释出嘛 那Linus kernel 5.0 释出呢 你可以看到跟这个4.10 已经有一些差距了 好 然后我们这边呢 举例来举例的时候呢 是以什么 以这个4.15 以4.15为主 然后以案的这个案的架构做说明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有一些提示 就是你把这个程式码下载完之后呢 其实要需要一些调整 你需要把这个原本这个include sn 然后u assess 改成什么 就是这个 Linus assess 然后 再 就是你需要做一些小幅度的调整 不会太不咋了 就是做一些必要的修改 所以办法说你的make file要把这个架构改对 就是 原本是有强制用这个s864 那如果说你来案的话 要就是把这个architecture的这个设计改掉 在入围的地方 为了 这个copy to user这个方式 因为它的include file的名字改了 那你做了这个下面修改之后呢 就是 那我们来做一些实验 所以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CHR这个目录 那CHR这个目录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 你可以看到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什么答案呢 就是 它里面的主要的程式是这个 corrector example 然后 然后再来是 你可以看它有个对应的readme 就是跟你讲说它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corrector device 然后 它做的事情是它会去 就是 就是 它 它 就是 它 就是 写一个corrector device 好 那写完这个corrector device之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好 我对这个 对这个我们建立这个 corrector device 然后呢我去给 给它复语一个什么 复语一个什么 device number 那你这边可以看到说它有什么 一个major number 好 和那个minor 就major跟minor 好 我指定不同的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你指定的major number之后呢 好 那我后面要去建立这个装置的名字 好 注意到就是说呢 那这装置的名字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给一个名字好 比方说它的名字叫做 mydv 好 告诉这个 告诉linis kernel说 诶 我是让我要 要什么 保留一个名字 叫做 mydv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dv 好 dv又是另外一个 一个档案系统 好 那这个档案系统很有趣 就是说在linis kernel里面 很多东西都用档案系统防止存在 好 比方说process 好 或是 或是linis kernel里面的状态 它是什么 它在prog file system poc 然后呢 关于这个device的资讯 这些周边的资讯 方说装置去用程式的资讯 然后在这个dv 好 这个档案系统上 好 你可以看到说 事实上呢 像这样的一个档案系统 其实蛮多的 那 你可以看到说像这边 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dv 然后它是什么 udv 然后呢 那 poc 是叫做prog file system 所以事实上呢 我还可以什么 有个东西叫sys file system 那我们之后 再讲这个linis 的档案系统的时候 我会再详细讲这个部分 不过你这边有点概念就行 好 那首先我就先 先编译 编译 编译以及连结这个cone module 然后注意到就是说呢 我们连结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说我事实上呢 我最后呢 我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东西叫做 simple module.ko 好 所以注意到好 这时候就有新的档案 新的ko档在这里 好 那如果你看这个 这个新的ko档的话呢 它的 注意到好 它也是一个ef执行档 好 然后呢 它是什么 它已经做完这个relocation 然后接着我们可以去载入这个模组 好 那载入模组呢 其实没什么 没什么神奇的地方了 载入模组就是去 insertcone module 好 然后 那你可以看到是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就是去 就是insertcone module 好 然后 然后呢 我roll的完之后呢 它就跟你讲说什么 这个simple driver 就被建立了 好 注意到这里 我们刚刚讲major跟minor 在讲吧 就这里 major 跟minor 那major就是 就是二四二 好 那minor就是0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可以来做一个 做一个 对照 对照什么呢 对照看你的这个 对照看你的这个程式码 好 所以比方说呢 你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 major 对 所以就 就来讲话呢 我就会有个 这边会有个对应的那个major numb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已经挂载 好 所以就是说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kernel module kernel module kernel module呢叫什么 叫做sample 好 这显然这东西被挂载的 sample module 然后你再用dmsg去看 好 所以的确什么 的确这个什么 的确这个 sample module 有被什么 有被注册 然后接着你可以去 做这个unload 好 来看一下unload 就是把这个 就是做 rnmob 好 注意到 所以一个叫做 insert module 一个叫rnmob 所以我就是来去rnmob 一下 这个module名字叫什么 叫做sample module 好 所以我们就把移除掉 好 然后移除掉之后呢 好 完全事情发生好 就是说 那我们刚才不是有个 register device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我在 在移除掉这个clone module的时候呢 我做什么事情呢 我 事实上呢 我有印出这个 major number是多少啊 好 这样的一个资讯 这东西怎么实做呢 我来看一下 在我们 事实上有两个操作 一个在register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叫做unregister 所以你可 显然看到他那个讯息 就是在这个方形里实做的 但是光写这个register 跟unregister是不够的 所以注意看这个地方 你第一次出现register device 这个方形在这里 那第二次是在哪里呢 注意看这个东西 所以事实上呢 它是写在什么 写在这个对应的方形 写在什么 init 跟这个对应的exist 好 大家注意到 光把名字叫做这个东西也不够 也不会去执行 事实上是怎么样 事实上是你还需要透过一个macro 这macro叫什么 叫做module init 跟module exit 所以注意到 在linux kernel的开发里面 大量的用到这个kernel module 大量用到一些link的一些魔术 注意到我讲的魔术 事实上有很多细节在这里面 好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 来讲 我们就实做什么 就是实做这个简单的kernel module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看这个linux device driver的范例 那 所以可以看到说 我们事实上呢 我们再讲一句 就是说 我们事实上建立一个什么呢 建立一个project device 好 所以注意到 建立一个在linux上非常基本的 好 那在linux的device driver里面呢 有三种device driver 主要可以说三种 就是一个叫block device 所以就是说 像一些什么硬碟的啊 或是这种 需要大块的 就 就像它名字显示的 它大块的 或者是一个大量的这个资料读写的东西 就是叫什么 叫做 叫block device 另外是crack device crack device 就是它频繁 它列很小 通常都是一次一点点资料 就像你的中端机这样 它是一个crack device 但它可能操作比较频繁 那它的本质上有个什么 有个顺序问题 就是它会先来先处理 后来后处理 一般来说会有这种顺序问题 那再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装置 叫做network device 那我们之后也会有一个讲座 专门来讲这个linux上的这个 网络的相关的议题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你可以看 就是 我们再继续讲这个犯 讲这个例子 好 讲这个misk 好 那在这个 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misk里面呢 就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 有个范例 好 就叫misk-esemple 看一下这个 好 好 这个mix-esemple之后呢 好 就是你刚才看得出来 就是它会有什么 marjo在初始化的时候 会有什么 会会执行到misk-init 好 那同理在module在unload的时候呢 就是在rnmod的时候呢 就执行到什么 misk-esit 这个function 所以你就会知道 就是做前面这个双手操作 好 然后 这边是注册 然后这边是取消注册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就是说 在linux kernel里面呢 好 它在这程式开发来讲话呢 有大量的macro 好 然后 看哦 这边有个东西叫Fops 好 所以注意到 在linux kernel里面也会有什么 也会有一些物件导向一些思维 好 那我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我们就是用这个 用799的这个 designated initializer 好 我们可以去初始化一个什么 初始化一个结构体的一个 并且 指定它个别members里面的资料 所以比方说我们把这个owner设定成这个 this module 所以这个是一个macro 然后 再次说我特定的操作 比方说是open close rewrite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呢 我把它指定到哪里去呢 指定到这边来 所以你看哦 我这边初始化这个 另外一个结构 然后呢 把它的file operation 把它指定到这边 所以大概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就做这个物件导向里面很重要的事情了 封装 我们把这个封装 而且呢 我们给予的界面是一致的 什么界面 比方说open release write read 这是个界面 所以以这个物件导向的塑料 称为叫什么 叫做polymorphism 叫做 多形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讲 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的 讲的是概念 那跟物件导向程式语言 它其实是可以脱钩的 当然程式语言给你一些语法会比较单 会比较容易 但不代表说你做物件导向 一定要有程式语言的资源 如果做物件导向一定要有程式语言的资源 那物件导向很可能就开发不起来 因为它是有先有物件导向概念 然后这些东西流行的 这些东西广为流传之后 人们才知道去发展一些语法上的一些资源 或者说发展一些思维上的一些调整 但最重要的地方是在说 你的整个什么 你的整个整个规划 物件导向 OAD 物件导向分析 设计 OAD 才是物件导向 程设计里面的精华 并不是诚 不是语言的语法 如果语法这么关键 那你会讲 那中文听起来好像没有文法的东西 好像中文听起来 跟英文比起来 没有什么文法 对不对 什么过去式 背痛式 都好像没有一定的写法 那中文没有文法的话 那为什么中文在整个华人世界里面会有文学家 对不对 那反过来说 如果英文它的文法真的那么重要 它的文法这么重要的话 那难道不是每个英国人 每个美国人 他都应该什么 成为大文好 写东西一顿看 没有啊对不对 就显然人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今天一个东西 它最重要的是它背后的 它的什么精神啊 思想啊 以及你要做的事情本身 那注意到 林子克隆引入这个 我刚才讲的这个 引入这个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呢 它让这个什么 可以做到封装 可以做这个多形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有意思的地方是 我就把这个科隆Majib 把它什么 编译以及连结 它不是做编译 它其实有做这个连结 然后最后你会得到一个叫做 KO檔 好 好 这一段 好 那能够显示这个讯息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一个操作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正确执行的 看一下 好 就是这个这个操作是这样 它就是正确的 正确的做初始化 好 然后 呃 接着我们要去思考的议题在哪里呢 要去思考 就是说 这边就是示范的 示范说用这个Linus 这个 呃 呃 虚拟的档案系统 好 然后去注册什么 就是去注册它对 对一个 一个 一个操作 好 好 然后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 就是 不是这个 就是 我们再去看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特别注意到哈 就是事实上呢 我有去注册一个 注册一个东西叫Mix device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去Sysc Fire System 好 注意到哈 我们刚才在展示给大家看那个 虚拟档案系的时候 有展示到哈 里面有个什么 有一个叫做Sysfs 好 Sysfs 好 那挂载在Sys底下 那我们刚才记得刚才那个名字叫什么 叫做 Mix e-simple 对吧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你在这个Sys Fire System 底下呢 打Find 你会找到非常丰富的内容 会卷很久 在Intel价格下 会卷更久 会卷更久 那这时候我干嘛 来找一下哈 就是来找一下这个Mix 给e-simple 好 跟这个Mix 给e-simple有关的 所以看到 事实上有什么 事实上 用我们Know Module已经挂载了 所以我实际上在这边呢 Mix e-simple 好 就是有这个对应的Move 好 那同理呢 就是说 你看哦 我们在 如果用LSMOD呢 你会显示一堆 一堆什么 一堆module的资讯 好 然后 事实上呢 比方说我们找一个 找一个比较好认的东西 比方说像这个 Crypto 就是显然 Crypto 就是跟那个 加密也算法有关的 好 那 这东西很重要 所以像那种区块链 背后它就是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根基什么 就是密码区嘛 好 然后 像如果说我已经挂载 这个Code Module 好 那你就可以在 事实上可以看到 诶 事实上这个Code Module 就存在 好 所以你用LSMOD 好 其实它看内容也是跟 SysBuy Assistant 是一致的 然后呢 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这个 Mixed Example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里面就有一些 必要的资讯 然后说它是什么 Init的Size 好 事实上是可以 K得出来的 InitState 好 就是出这种 好 然后 还可以看出什么呢 像在这个 Reference Count 好 然后 也可以看 看出它的那个 嗯 就是 对应的资讯 好 比方说我们在编译 那个 这个Code Module 的时候呢 好 我们用GCC嘛 那它就会留下 那个 一个 Section 叫做 GnuBuild ID 就是 不是只有Code Module 就是让你在用GCC 来去编译程式 它会加入 这个Build ID 所以将这种资讯 可以写出来 那当然 不是每一个范例都那么无聊 事实上有些档子 是 有 有趣的多的 好 有些那个Code Module 是有趣的多 好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EST Fold EST Fold EST Fold 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资讯就 就很多了 比方说像这底下 有Parameter 这种资讯 可以去显示 好 然后呢 你也可以看 再更复杂一点东西 好 比方说我们来看 那个 CPU Frequency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电脑上 我们这台电脑 展示给大家看电脑上的8核 好 然后如果 如果你看这个 有个 有个Code Module 叫CPU Frequency 好 好 那你就会看到说 它其实会显示什么 我这个Frequency Scheduling 好 有 开还是没有开 好 那 总之就是说 在这过程中呢 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 里面呢 其实它有 很多种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Code Module 它对应的这些 状态啦 或是它对应的那个参数 其实都会形成在什么 在这里面 好 然后再来试我们看这个SysFS 好 然后我们这边展示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范例好 就是说我们这边呢 我们事实上呢 我们会去 看一下MakeFive 好 就是说我们会去 会去编译 编译出这个Code Module 好 所以这Code Module 是从hello hello来的 所以就是我们从hello.7 稍微看一下hello.7 要做什么 好 在hello.7呢 我们看到底下这个 ModuleInit 就可以看到什么 它就显然是一个Code Module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 编译 编译以及连结之后呢 就会得到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KO的 好 然后我们这边有 可以看到这边有什么 hello.KO 所以我们做一件事 这是Module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写 所以这个DMessage 没有看到讯息 对不对 显然这边没有写到什么 它显然没有printk 所以没有看到讯息 是正常的 那你怎么知道 我们东西是对的 好 我们可以来这看 显然这边是这个 这边Code Module 是有挂载的 好 然后呢 注意再回来看这个hello 这hello里面呢 没有显示讯息 不代表没事做 它是暗藏玄机 好 来看一下这个玄机 一样 好 就看那个init跟exit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它这边会去建立一个什么 它在init的时候呢 会去建立一个 一个sysFFs 好 然后呢 这个sysFFs呢 是有学问的 好 我建立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bin attribute 好 就这么看到 这个有给大家一个 这个bin attribute 好 然后 事实上呢 这边还有一个档 叫做openFile 好 那就是去打开这个 所以尝试打开这个档案 好 注意到这个档案呢 是什么 是在这个kernomart kernomart 挂载的时候呢 才出现的 好 的确呢 被建立 那 这个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呢 去这个 读写 这个hp 所以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程式 好 然后 你看到 我先把这个档案 读 读出来 就是 开档 然后去读什么 把它读出来 然后 我们还记得刚才那个hello 我在出实话的时候呢 其实我给它一个 我给它一个自传 对不对 给它这个 hello my name 是吧 来看一下这个 好 那我们就正在来 辨译之前这一个程式 好 那我得到一个资金档 叫open openfile 那里面做的事情 就是读这个东西出来 诶 你的确看到什么 的确看到hello world 好 那你看 这个hello world呢 注意到它是 有十个资源 包含空白 有十二个资源 那它去哪里读呢 这东西是 在哪边读出来的 就从这个kernel module 去读 就是 我就是读 这个资算很长嘛 我就读什么 前面的十二个资源 好 那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这边就展示说 我们有这个 在Ninx kernel里面 写一个kernel module 然后去操作里面的 这个sysbio system 好 然后呢 嗯 接着我们有这个背景知识之后呢 那你可以来开始看 这边有一本电子书 这边电子书 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呢 它大概是这样 它叫做 linx kernel module 注意到这个文件已经很旧了 它事实上是 2007年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遇到 执行不正常 就是编译失败 或者执行写结果跟你想象徵都不一样 跟描述不一样 这是正常的 你可能要花点时间去修 也不太能修 就是 就是通常你把一些什么 收信贴上来 就不可能找到了 有可能 然后注意到就是说 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 第17章 跟第12章 那就是 跟我们今天讲中段处理有关的 那第7章 跟讲什么 第7章 第7章 好 诶 这个 这个 那 你可以看到说 第7章 就告诉你说什么 跟你讲这个 怎么跟这个 device file 好 就这样我们展示给大家 展示给大家看 怎么DV底下这个 device file 然后怎么去跟它沟通 那请你看一下 它底下这个 它也是写一个crack device 好 然后它写了这个crack device 之后呢 就是什么呢 那喜欢这个crack device 它就 你可以看它的一个说明 好吧 那基本上跟我们刚才那个历史是很像的 就是它稍微负载一点 好 然后 接着它就是跟你介绍什么 跟你介绍什么 跟你介绍什么 我怎么去存取的 好 然后再去 12章 68页 所以当然就跟你讲这个中段处理 好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咒 那为什么我不能直接讲中段处理 因为中段处理你需要写divide driver 好 知道吗 你需要接触到sysbio system 好 所以我们必须先讲 好 如果不讲的话 你会不知道在做什么事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 在Linux来讲的话 Hardware Interrupt 叫什么 叫IRQ 好 所以我们在那个 在Proke底下 看那个Proke interrupt 可以看到这些必要的资讯 然后事实上呢 我们还有个做个机制 就有做这个TopHell 跟BundHell 就把它拆成羊半的 因为前半章 立刻做的 应该是可以排成在这些的 那除了这里外的话就是 我们会有个东西叫request IRQ 所以来做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这个中 IRQ 就对应的IRQ 直起的时候呢 好 那我们要做哪些 对应的那个操作 好 就是去注册 注册这个 相当的事情 去注册对应的这个 中段处理尝试 好 那后面呢 就跟你讲这个例子 就是讲这个keyboard keyboard例子 那这边 那就写一个Know Module 那这个Know Module 你就可以看到说 他去看什么 他去看那个keyboard的scan code 就是看那个 那个按键 你每个按键都有对应的 一个扫描码 那注意到呢 按键可能是按一个键 有可能按 组合键 比方说你按这个Ctrl C 它就组合嘛 Ctrl这个键 跟C这个键 组合 那当然得到的这个扫描码 也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 这一份教材其实有个好处 就是它很短 然后 因为你会发现 订了很多资料 大家都很复杂 写的这个 很复杂 那你可以尝试把 刚才提到的那些范例 过来自信 往往看 好 那我们再继续讲 那 呃 接着我们来讲这个部分 这个 一个什么 就是讲这个cracker device 它的这个中段处理 然后呢 然后呢 那这个是一个教材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就帮大家 这个画一下重点 好就是 呃 所以我们在 刚刚有提 前面有提到这个什么 提到 提到一些中断 好 那所以比方说按钮来讲 好 按钮按钮来讲的话就是 事实上是吧 这个中断处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之后要什么 要把这个LED灯 点亮 这种这样一个操作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它比你想中的 稍微再复杂一点 好 因为事实上我们要写一个 合法的一个cracker module 其实需要一些 一些必要的一些 一些秒数 好 像刚刚已经知道 有这个什么 module的initialization 跟什么 deinitialization 好 然后显示一些 作者的资讯 好 这个这个你已经看到了 对吧 好 然后说这以外的话呢 就是你要看就是说 它中间这个 isr 就是这个initialization routine 好 然后还有一个deferral work 就是说我要怎么去做这些 对应的那个操作 然后在不同的这个装置呢 可能这样 可能还有一些 嗯 一些对应的那个行为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就是Linux Kernel 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系统 所以事实上呢 有些像kernel module 它的那个 我的header 它的名字会改 像这个东西来 我们刚才就再次给大家看了 就是在4.12之前 放4.10 它是用s的uassess 那后来就改成linuxassess linux有一大堆这种状况 就是说其实你拿到syscode之后呢 你要改 然后改动幅度可能或多或小 有的只是header名字改的 有的是整个function name parameter 或者整个subsystem subsystem整个不见 都有可能 这件事是 完全是很刺激的 好 但是这个刺激是值得 因为你可以去 做非常多有趣的事 而且跟着时代来前进 就是 完全是跟windows完全不同概念 Windows改版没有快版 你看 就说Windows 8 Windows 10 对 那Windows下一版本 其实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Windows三个稳定版本 比较多Windows 10 其实出来一阵子 好 那 你除非是加入Microsoft 或者你成为Microsoft夥伴 你才可能到下一代的作业兄弟 是怎么样 好 可是第一次好吗 第一次是 你只要用Git 用这些 OpenSource的工具 你就可以看到 最新的状态 好 它没发布的状态 你都可以知道 甚至你可以投入在里面 Alan Kay 就是一个电脑科学家 叫Alan Kay 他说过一句很经典话 他说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 就是动手创造 所以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你不只是看到最新的技术 而且你可以预测未来 透过什么 透过你的双手 透过你的贡献 去创造未来 当然不是每次做贡献的人家 就要受理好 因为可能贡献是一个 有点复杂的路径 好 那总之呢 那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 你就是去做一些比较设定啊 好 去比方说给定一些 呃 什么权限啊 还有一些对应的描述 好 那如果忽略这个 Know Module的这个 初始的部分好 好 接着我们来看就是 Request IRCue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好 好 我们在Request IRCue的话呢 这个东西很关键 好 就是决定我什么 我要处理的 的 装置 装置的那个形态 好 然后你还可能会有些对应的flag 好 就是 呃 这个 你可以去参照一些对应的一些说明 好 那总之就是说 在过程中呢 我去注册啊 那注册的这个 注册这个 IRCue呢 的Handler 好 那其实它会有不同的那个属性 好 然后这个属性很关键 好 因为随着Linus kernel的改版 好 这些东西 这些flag有可能会新增 有可能会删除 好 所以这也为什么不打算细讲 好 好 因为现在讲你在看另外一个客户版本 又有可能会改 好 但你不要觉得太挫折了 反正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是从这个 做中学的 好 然后特别一定要去看Linus的Document LinusDocument 不用舍近求远 就在Linus kernel的saucecode里面就有Document 好 好 然后呢 那我们毕竟呢一开始要建立一个什么 一个correct device 所以我们就注册correct device 对应的操作 好 open 一个correct device 去release read 就是对应的操作 好 那我们就去写 比方说这边就始作open 好 这边写release 好 那写完之后呢 就是 就是你要去什么 就是写对应的makefile 那makefile的话 比你想象中的会单纯多 因为你不需要每个都自己写 你实际上 你可以用Linus kernel里面的makefile 当版本 好 那你不是复制的 你其实 你是去 去怎样 比方说你去找那个 指定一个kerneldi 就是这个东西是 Linus kernel编完之后呢 它会有个目录叫build 好 然后 在你的电脑上呢 比如说像我的这台电脑是 我的电脑是 4.1500 10.1500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kernel的版本 好 我们 去看一下说 好 像这边来讲话就有 你如果安装了Linus header 好 那就是你开机 你能够开机开起来一定有个什么 Linus image跟kernel module 好 所以这两个是 你 那你的电脑有可能有不同版本 好 总之就是说你的电脑能够开机开起来 好 基本上就一定有Linus image跟Linus 什么modules 好 然后 但你需要额外安装这个Linus header 好 才能够怎样 才能去编译这个Linus kernel header 好 所以比方说呢 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 Lib Modules 把版本带进去 好 再 43 好 那 你这边来讲的话 就有这些kernel的资讯 好 那注意到一些事 Linus header 装进去之后呢 会在build底下 那你可以看到说 里面就有很多东西了 然后帮你说什么 可爱的makefile 这个makefile就复杂多了 这个makefile是 很复杂的 好 那我们在 撰写kernel module的时候呢 不需要去copy这个东西 而是怎样 而是呢 指定 就是kernel dir 然后呢 后面比方说 后面就指定这个 去读刚才那个kernel dir 然后做对应的动作 比方说编译什么kernel module 所以比方说 你会看到一个target 叫什么 这个module 就是module 那这个Linus kernel 这个makefile 它很复杂 它会include一大堆东西 所以这个 你会觉得看不太懂是正常的 因为它改版很多次 但是我们要学的地方 不是学 怎么改 其实我们要学的地方是 这个kernel一直在演变 哪些东西有所变有 哪些是有所不变 这种东西要在干嘛 好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测试这个kernel module 你可以照着这个自然测试码 这个投影片写的东西 然后呢 你去看说 我的确这个什么 这个device drive 有被挂载进来 好 然后呢 你去建立一个对应的这个device file 好 在那个dv底下建立一个对应的device file 好 然后建立完之后呢 好 那你就会看那个什么 去看它的那个 poken file system底下的一些必要的资讯 好 然后呢 既然它有去实作对应的那个什么 对应的这个open read 这些这些操作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写另外一个程式去把它 去把它open 然后read write 好 在这个一个两个练习来看 那讲到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大概比较掌握什么 掌握说怎么去做一个实验 好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吗 没有 因为有趣的地方要出现了 就是 我们有提到 就是在之前有提到一个东西叫pre-rt 然后 事实上呢 Linux的kernel发展 就是Linux的kernel已经是一个soft real-time的作业系统 所以我们讲soft real-time是讲什么 比方说 你用sky打电话 你当然会希望说声音跟画面是同步的 你不会希望说这个声音已经讲了很多 像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声音 然后画面没有更新 我觉得不舒服 好 所以我们需要声音跟画面同步 也就是我在时间内 比方说我一秒 画面要更新30次 那声音就要更新 就是多少的资料量 那能够达到 当然很好 但是如果说真的达不到 达不到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人们就绝不舒服 我们基本是以达到目标为主 就是时间内能不能达到特定的事情 好 我们正会就叫做real-time 它不是快 而是我在指定时间内是否可以完成特定的事 好 那同理 如果 你在指定的时间内 总是可以完成这个 我们就称为它的real-time的能力很好 好 那这是real-time 然后我们讲so-real-time 在讲什么 就是说如果遇到在指定时间内不能完成的 对系统的影响是什么 好 像DNA这样 它是so-real-time 就是它其实指定时间内不能完成 它就是算了 好 下次之后也许它可以完成 但是如果你的系统 对于这种不能在指定时间内完成 会有很大的损失 比方说这种飞机 这种航空器 或者说这种像CNC的手臂 对不对 就是CNC的手臂 你就想还是在手臂在运作 那如果它遇到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 比方说它侦测到有人靠近 应该这个机器要想办法这样 想办法去做一些对应的操作 它不能直接停下来 直接停下来 可能会导致另外的伤害 它可能要避开 避开人 比方人靠近的人要避开 那可是问题 它感测如果感测太慢 或是它的 对应的行为太慢的话 或发生什么事 当然会造成伤害 所以像这种 如果它在指定时间内 不能完成指定任务 会导致很大伤害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称为叫 这样的系统 很在意这种系统 我们就称为叫Hard Realtime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Soft Realtime 跟Hard Realtime 是讲什么 是讲事情的影响程度 那Linx Kernel呢 正在 注意到 是正在 朝向Hard Realtime的Kernel 在前进 那里面有个很重要修改 就叫做Prinert RT 它目标是希望 希望Kernel在每个地方 都可以这样做Kernel Preemption 那Kernel Preemption 到底跟Nealtime有什么观点 注意到这些东西 就很好奇 我们来看一下 按错了 好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就要跟大家思考一个议题 就是这个 本来讲到这个什么 Soft Realtime 跟Hard Realtime 然后 接着我们来讲这个Linux Linux Linux是什么 Linux对于这个 Linux的实作 跟大家要求 Linux事实上在 Linux的过程中 它是很漫长的 你可以看到一些文件 可能在1999年 或是97年 差不多99年前后 就有好多跟Linux有关的 那事实上 Linux实际也用在一些 像NASA的计划上 所以像Curiosity 2012年 好奇号 好奇号的火星探测号 事实上里面就是 就是执行Linux 那它里面 你用脑袋想到 这里面已经跟 Linux有关 就是说它的 能不能在执行室内完成 那注意到 Linux对于这个 Linux的资源 它是非常漫长的事情 你看 事实上 第一个Linux的Linux系统 什么时候提出来 1996年提出来 所以距今 已经超过20年 而且一直到现在为止 Linux还在做 所以我们要从很多层面去看 比方说在Linux kernel 2.6.23 它引入一个东西叫CFS 那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挑选任务这件事 是可以在常数时间完成 那如果说我要去重新 去安插一个任务 它画的时间是N 那以前不是 以前的 以前时间复杂度很大的 时间复杂度是 就是有多少任务 需要花多久 但是在Linux来讲的话 挑选任务 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排成的 挑选下一个要任务 那个东西可以在常数时间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呢 我一旦有重要任务 要执行的时候 那我总是可以在什么 特定的时间 要求去排成 而且我挑选下一个任务的时间 还是固定 就是 运算复杂度是固定的 但实际时间可能会飘动 就是说因为可能遇到Cash 可能遇到一体架构的限制 但是演算的层面是 演算的层面是 复杂度本身是 是常数的 好 那除了这以外呢 这就还不够 那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提示 叫什么 叫做Threaded Interrupt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Threaded Interrupt 叫什么 就是说 一个Interrupt的处理 原本把它称为 Top-Hell 跟Bot-Hell 但是不管是Top-Hell 跟Bot-Hell 其实Interrupt不管怎样都要做得完 才能够到一般的任务 但是呢 在这个2.6 有个东西 叫Threaded Interrupt 所以事实上是这样 是我们一个Curnal Thread 就是Curnal Thread也好 或是User的Program 只要优先权够高 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去抢占 这个Interrupt Context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所以换个角度想 其实这个Linus Kernal 在做的事情在做什么呢 就是 它其实是降低延迟 什么的延迟呢 是对重要任务的延迟 但是整体的Threaded Interrupt 会下降 就是说 我把这个Kernal Preemption 打开之后 整体的Threaded Interrupt 会下降 要有这个观念 然后呢 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叫什么 叫做PreneRT 那PreneRT 对PreneRT来讲的话 它是目前还是个DudeNet Patch 那在今年很可能 就会把它整合进来 所以注意到 在2019年是很关键 有2019年 基本上会 如果PreneRT整合进来 对整个Threaded Model 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 这对各位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说你对想要攻击Linus Kernal 或者说你要去探讨 探究Linus Kernal的一个发展 因为PreneRT进来之后呢 有很多相关的讨论 也会更活跃地猫出来 然后有很多DeFi招待 其实等着各位去调整 这就是贡献的一个好机会 好 然后注意到的就是说 这个PreneRT 目前还是没有在Mainstreet 所以它其实需要打一些 把这个Page加进来 然后再来是 有很多行为 有很多行为 其实是已经改变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作业系统本身 会在绝大多数的地方 可以被PreneRT 除非你明确去标注说 我禁止去PreneRT 或者我去标注说 我禁止去PreneRT 所以扣掉说 你明确去Disable InterRT 或者你明确去Disable PreneRT 以外呢 几乎每个地方都可以被PreneRT 然后呢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我的IRQ本身 我的InterRT Service RT本身也会这样 也会被打断 所以为什么我称为 叫Slated InterRT 也就是说 我这个IRQ 我的IRQ本身呢 它就像一个指定区一样 它可以被打断 它有不同的优先权 所以这个 它可以被排成 所以注意到这个设计 所以我们再讲一次 我们讲说 Linus 迈向RT 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改 叫PreneRT 那PreneRT 它的是降低延迟 延迟 降低延迟是针对什么 重要动物 针对高优先权 针对关键的动物 去降低它的延迟 并不是每个地方的延迟 我先讲 反过来说 在整体的行为 在平均的行为 其实什么 其实它的这个 服务库 是会降低的 因为以前你原本 什么叫服务库 就是在一段时间内 可以做多少任务 这叫服务库 所以原本呢 你做很多事 是不会被打断 描述我中段处理 我中段就做 然后描述我 要复制资料 网络通报 像这个 我就往中段出发 然后我就把网络资料 往上传 我以前呢 做那些事 是不会被打断的 但是我现在呢 在这个 做网络通报处理的过程中 有怎样 有可能会有些其他的 更高优先的任务 去抢占我的执行 所以变成说 我中段做了一半 我去执行中段任务 那中段任务执行完 才换完 再继续做 好 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它这个是会影响到这个 影响到 那实际上呢 好 注意到 实际上在这个 随理Intel Run 我们要思考议题要更多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 我们刚才提到说 在Planet RT 里面呢 会做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调整 就是说让这个 Intel Run 很深的可以被打断 那其实整件事呢 对 整个Linux Kernel的影响 是很重大的 因为去思考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在之前 也是在Linux核心设计讲座里面 有讲的这个Spinlock 那这个Spinlock 在Planet RT 里面就变很奇怪 就是 原本Spinlock是 是说你看我有很多核 对吧 但是我有64核 像刚才总是给大家看的 64核 那一旦我在Spinlock 原本是说 那其中某一核 就做特定的任务 那其他核的一个做什么呢 其他核就是在Spin 对不对 就是在旋转 原子自旋扬 没事做 也不是没事 就是忙着做 做 做 就是 就是 就忙着等待 或者说进入这个 为了考虑到电 电源的消耗 所以在Linux在讲 那Spinlock会 不只是做 Busy Waiting 还其他为 会进入 Show Me模式 所以要处理器 会进入一个 Wait for Interrupt Wait for Event 这个模式 那不管怎样呢 就是执行Spinlock的时候 原本Spinlock的语意 怎么讲Smatis 它的语意是 集中某一核 做特定是其他核 就是在Waiting 可是呢 在这个Prinart 来讲的话 就变得很奇怪 所以它实际上 它的Spinlock 是可以睡觉的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Spinlock 本身有可能 会被打断 就是会 所以整件事 就会变得很奇怪 就是说 原本Spinlock 你以为 认知的Spinlock 它不会被打断 但是在Prinart 来讲的话 Spinlock 可能会被打断 然后这个东西 被打断的 当然关键地方是什么 让重要任务 可以这样 及早被执行 所以整件事 会变得很奇怪 就是说 我的Spinlock 不再会 不再去Disable Interrupt 我们前面在讲 Linus核心设计里面的 Spinlock的 讲座里面有提到 就是 在这个Spinlock 典型的Spinlock 会去Disable Interrupt 但是在Prinart G来讲的话 Spinlock 不再去Disable Interrupt 所以如果说你需要去做 这个 做Disable Interrupt 这个版本 怎么办呢 那Linus核心设计 再提供另外一个Spinlock 你可能知道 就是叫做 NorSpinlock NorSpinlock 以前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计 因为以前只有在提少数的地方 能够Pre-End 就是在 在返回到User Space的时候 才能够 Pre-End User Space 就是Pre-Endable 但是在Kerno Space 不行 但是Prinart 加进来之后 就是几乎 每个地方都可以 Pre-End 除非你明确 只能不能Pre-End的地方 那当然这件事的变动 整个对整个Kerno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们来思考一个议题 我们在前面有提到 在 Prinart 整合进来之后 会变很有趣 就是说 除非你的Interrupt Handler 有去特别设定一个东西叫 No Delay 我们在Request IRQ的时候 有提到这东西 Request IRQ Request IRQ 就是 我们讲说 我们在初始化一个Interrupt Handler的时候 事实上 你是可以给它一些 必要的一些属性 注意到 它可以有些必要的一些属性 然后 所以比方说是IRQF Share 就是像这种 然后 就是我们现在去设定一个什么 就是设定这个 No Delay 好 那No Delay的时候 你就要去 去改成 是吧 就是要 以这边来讲的话 就会变很有趣 就是 要不然是Request IRQ 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RequestReady IRQ 就是这嘛 它是 它是会被什么 它是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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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empt 然后呢 那 如果你要加 加No Delay的话呢 你要加对应的这个Flag 那请你去参照一些 对应的这个说明 你去 你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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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去 Ready 3D IRQ 然后 No Delay 然后 另外你把它摆在一起的话 好 还有一个东西叫 IRQ No Delay 好 这东西 这东西是在 CleanRT里面 特有的机制 然后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Linus Kernel 其实它会改版 所以注意到 这东西 事实上会有 会有 一些调整 然后 所以你要去 追踪 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相关的 发展 好 然后 好 然后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篇 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 PrinterRT 讲得更透彻 然后 这边一定要提到 提到一位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hacker 那他叫做 叫Edison 那Edison 那Edison 我是在 几年前 参加了 Embed Linux Conference 认识的 然后他的工作 就是他 他花了很多 他是一个 女性开发者 然后这个 表达得很清楚 那你可以看他的一些 在 Linus Foundation的一些 演讲录 然后他的这个 我觉得他很棒 就是说 他表达很清楚 而且他长期做 这个 Embed System 还有这个 所以对这个 这方面一定有点透彻 所以我就用他的这个投影片 那如果说你 听我这个 摘要 内容的时候 发现不是很懂 没关系 你去找 Edison的 在YouTube上 就找得到 好 然后注意到的 就是说 这个投影片 他讲内容 有一些东西 是 Gweboss 然后所以你可能要 像刚才一样 去把一些 关键字找一找 去找到 通常都是Kerno API改变 但是观念是 是详细的 好 那他就跟你讲什么 就跟你讲说 这个 IRQ 大家要做什么 HRF SORRF Test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甚至可以用 EBPM 我们同样在Linx核心设计 里面有一个讲座 就讲这个EBPM 好 那他也是示范说 如果用EBPM 去动态追踪Linx Kernel的 这个运作 然后当然关键地方 就是讲这个RT 就是RT 跟RT的Kernel 到底他本身的 这个Infra处理 到底有什么不同 好 那快去看一下 我觉得他也很有趣啦 他举例子真的很有趣 就是说你看这个 我们Bundle还有 对 拆上半段跟后半段 好 那后半段它其实 它是 它是可以延迟的 所以它会 而且会重新排成 它就是 赶快去做 所以你一旦处理器 改变模式 你就赶快去做 就是像 这边生性其中一样 好 然后 接着我们来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这个 那些处理机制 它讲的东西真的蛮复杂的 好 那接着就是说呢 你可以去看说 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命令 PSAXL 然后Greep IRQ 好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什么呢 注意到 就是说你用这个 这个本太不大了 好 像我们在ARN上面 因为这个 你在Intel架构 会列出一大堆 这个 解释起来太累了 我们用那个ARN架构来解释 那你看 以ARN架构来讲的话 不管是ARN架构也好 Intel架构也好 基本上呢 你用这个命令 就是PSAXL 然后呢你会发现 一个好玩东西 有加这个方括号 加方括号的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 Kernel Thread 注意到 这是Kernel Thread 那 这里面有个很特别的Kernel Thread 叫什么 叫做KSOB IRQ D 好 注意到这东西 这东西的是有很大的学问 这个东西的学问在哪里呢 就是 在UNIX的这个命名惯例里面 有加个D的 表示一个D门 然后KSOB IRQ D呢 你大概可以猜出来 就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KSOB IRQ它是可以被排成的 那谁去排成它呢 那谁去排成它呢 事实上就是KSOB IRQ D 去排的 好 然后呢 那在 QRT的系统来讲的话呢 这个IRQ 是有优先权的 好 所以注意到它是有优先权的 而且呢 在我们之前讲过 事实上呢 在不同的这个 在你多核的世界里面 会变成很酷 会变成整个件事 会变成复杂 就是说我中段处理呢 其实会跟什么 不同的CPU Core有关 那我们这件事 我们称为叫什么 称为叫做CPU Affinity 比如说我事实上 我在执行这个IRQ 它是什么 每个核 会有不同的一个行为 然后呢 在PrintRT来讲的话呢 它是什么 它的IRQ Handler 本身就会转换成一个 一般的Chrome 所以它有特定的优先权啊 或者它也会被抢占 然后呢 接着我们再去看 就是说 在这个PrintRT里面呢 来讲话呢 我们就 不是用Request IRQ了 你要把它转换成什么 叫做Request 就是Request as Ready IRQ 好 然后 那 一旦这样改变之后呢 对整个系统的影响 就不是只是改名字 注意到 因为事实上呢 我就要求一个Interval Handler 好 它就像科目复卫要执行 所以它会有优先权 它会被更高优先权的 任务 被抢占 好 所以 整件事的影响在哪里 就是事实上呢 你要去考虑到 我原本在这个Interval Context的东西 是不会被打断的 但是我现在是允许会被打断 好 那 所以呢 注意到一个议题 就是 在这个原本 原本这个 Request Threaded IRQ 它的那个原本属性比较少 然后但是呢 在这个什么 在Print RT来讲话呢 它有个东西叫 IRQ F No Thread 注意到这个东西 比如说 我 就是 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设定这个 IRQ Handler的时候 好 就是Northread 就是注意到这个东西会改 这个版本会改 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只会有 只会在特定的一些Handler 才会出现这个Northread 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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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Linus 坑尔在朝向什么 朝向这个 就是朝向这个 的 Northread 在前进 从 过去的Soft 到现在这个Handler 好 透过这个Print RT 好 所以整件事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扣掉极少的例子以外 就是 呃 其他的这个Northread 会被设定什么 会被承 就是扣掉一些像Timer 啊 或是一些很特别的像的IPI 这样的一个 就是跟处理器跟处理器之间的 这种中段处理 好 那扣掉这以外呢 基本上其他都会变什么 就变Threaded IRQ 所以整件事会变得很特别 那我们再继续看 就是说 我们再跟大家思考一下 特别的地方在谈 所以呢 就是说在RT来讲的话呢 呃 扣掉刚刚讲的一些 呃 就是跟IPI 好 跟处理器 就是之间的这些通讯 还有那个Timer 好 这以外的东西呢 都会变什么 变成Threaded IRQ 好 好 然后呢 你也可以去观察 就是通过它这些指定去观察 好 观察那些什么 那些特点Handle 好 然后 Timer是个特例 我们刚才提过 Timer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它会 它会独立去处理 好 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个 NPState NPState 就是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NPState呢 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在干嘛 好 NPState就是什么 去显示这个处理器相关的一些统计数据 好 那么这边就是统计什么 就是在每一个CPU Core上的一个行为 好 然后呢 你会发现说这里面很有趣啊 就是说 事实上呢 在这个不同的这个CNL 好 所以看到我这边是4.1 好 然后再加RT 好 然后呢 跟4.6 好 然后 或是这个4.7 好 这个显然是没有加RT的好 然后你会发现说 它这个数量变化不一样 好 你看那个Timer 每秒的Timer数 对 你看这边数字是29 对 然后呢 你看底下这个数字有16啦 9啦 15啦 还有2啦 89啦 16 对 对 这些数字跳跃很大 好 所以我们前面不是都提到Tickless kernel 好 我们今天有讲到这个PrintRT的一些冲击呢 它其实对什么 对这些中断都会有影响 好 但是Linus kernel的发展很有趣 它的目标是希望说 不管是HardRT SolverRT 或者是说 我就不理会RT 就是我 在数学来讲 叫做No Preemption 所以不管是PrintRT 称为叫PrintRT 也好 或者是说一般的Print 或是没有 完全没有Print 就称为叫PrintNum 那不管是哪个主态呢 如果在SourceCode是共享的 另一个Kernel的想法是这样共享的 那我只是透过Kernel的选项 边用Kernel的朋友知道 就是说 你用MenuConfig去决定什么 你就决定说 我这个Kernel Kernel这个主态怎么改变 所以你会发现有趣的地方是 因为SourceCode是共享的 所以意味着说 你Linus用在超级电脑 Linus用在好奇号 火星探测号上面 用在你的手机 用在那些路由器上 用的SourceCode 尽可能用同一份 当然各自多一些修改 但是主体的成本是共用本 那一旦属性变更之后 行为面会不同 所以注意到 Linus用Kernel的麻烦就是这个 因为它的行为面取决于它的主态 所以你会导致说 有可能同样的方悬 但是它最终的行为会不同 所以你看这边来讲的话 它就跟示范说什么 有RT跟没有RT 它的行为有差异 像没有RT的话 就是它的BundHell 到底在做什么 就是做SourceRQ 就是BundHell 把特定什么 把那些 还没做完的SourceRQ拿来自行 但是在RT世界就变成 对不对 有个LocalBundHell enable 然后有这个客人SourceRQ 然后你看底下还会挑 它会去挑选 会去挑选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我的SourceRQ 但是呢 在没有RT的世界就很单纯 对不对 因为它的这个Internet 不会被抢占 所以它不用去管 不用去管什么 不用去管说 这个SourceRQ要不要重新排成 但是在RT的世界来讲 就不一样 我的SourceRQ有可能会这样 它有可能会重新排成 所以注意到 这个它有不同的路径 那同理呢 刚才提到这个SourceRQD 去负责去执行这个SourceRQ 这没有RT的世界很单纯的 就是有什么任务就做什么 但是呢 在RT的世界上呢 因为它有可能会这样 会重新挑选 有些更重要的东西 会插进来 所以就排队 所以就在有RT的世界上 会被插队 但换个角度去思考 你会发现 这个 你看 很多人对中国人是有偏见的 就会那么说 这个中国人很喜欢插队 不用礼报 但是你某个角度去思考 他们是RT的思维 对 就是RT的思维 所以其实也不能讲说 谁好谁坏了 这个 看起来还蛮先进的 对 只是会造成一些旁人的困扰 因为毕竟每个人认定的价值观不同 以RT的世界来讲 在RT的世界来讲 在RT的世界来讲 优先群高 就要能够抢占其他任务 那同理呢 这件事呢 对于这个 IRQ的影响是很大的 你看 4.7跟4.6加上RT 那你会发现说 4.7的这个 Know 其实它单纯多 对吧 对 然后中间 IRQ 都对应的行为 就是它的Hard IRQ 但是呢 如果是RT加进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原本做那个 Hard IRQ 就是做那个Barnham的前半段 原本东西很单纯的 但是呢 后面就搞得很复杂 后面还有 还做了很多 就是前面很多那些 AI的操作 而且要去 时刻要去检查 检查说 Presentation是不是被关掉了 中间是不是要允许其他的 这个Presentation发生 好 然后接着呢 如果说你继续看呢 里面我省掉一些细节 就是这个 你可以去看 那个Edison的那个 演讲录影 接着呢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叫这个 Timer Case of IRQD 就是说 注意到就是说 在这个Presentation来讲的话 它这个改变很快 一直有在改变 那Presentation里面 有一家很重要的 贡献者的公司 就是 里面有很多贡献者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 主要的贡献者大概就是三家公司 一个叫 Linutronics 它是一个德国公司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它是普亚 它公司不大 可能就10来个人 我不知道下一个公司规模 我之前认识的时候 就10人 10几个人 但这家公司对 Linus的Riotime 有很大的贡献 然后除了这个 Linutronics 以外呢 就是像 Rehead 然后Idean 这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 主要的贡献者 其他不多 但是他们做的事其实很关键 因为改变了 层次的行为 然后最大件事就是说 在这个K-timers over IRQD 因为Timer 是一个特别的东西 不会被特别提出来 讨论 所以请去参考一下 这方面的议题 那我们之后再探讨这个 Linus核定设计的 那个Timer Clock 我们会继续讲 然后接着在这个 Evson的演讲里面 他有提到什么 就是 用EBPF 来追踪 这个IRQ 它的行为 那这东西很强大的地方是 它因为是动态执行 就是 我们看Linus Kernel 因为你知道Linus Kernel Source Code 已经超越2300万行 这是一个复杂的一个 复杂的一个系统 非常复杂的系统 所以你不肯只是看程式码 很多人就是拿那个程式码 来看老半天 他们格物自知 OK 也许在2.4的时代 这是OK的 因为毕竟2.4的时代 那个Kernel的 还没到百万行 就是真正在这些程式码 没有到百万行 可是现在是一个千万行 几千万行等级的程式码 而且现在硬碟机制 比以前复杂太多了 2.4的时代 不太需要管什么多核 那现在讲 你身边哪个东西不是多核 你即便是这种Nokia 3310的复刻 它也可以是多核的 所以你看这个系统太复杂了 不是只是这种Android手机才是多核的 对不对 连这种复刻的手机都可以是多核 所以你会发现说 整件事我编的搞得很麻 很复杂 所以你一定要需要一个有效的一个动态追踪机制 那EBPF是一个很有效的动态追踪工具 所以这边来讲话 它就提示你怎么去编译这个 就是建构这个EBPF 然后它这边就是去示范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 就去参照那个Epson的录影 那它这边就是跟你讲说 用这个EBPF 然后去设定一些最终点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来讲话 它就是什么 就可以把一些特定的行为把它追踪起来 所以刚才列出来说RT跟不是RT 那个执行是怎么出来的 它不是透过程式吗 格务资是什么的 不是 而是透过这个什么 透过我去设定那个EBPF 去追踪这个特定的什么 像这个Handle Pending Event 这样子 看到它执行的路径 然后你可以搭配KBlobe 那KBlobe是什么呢 怕你不知道的话 就是KBlobe本身它去增加什么 它就是去加入一些Choice Points 然后所以你可以在特定的Function 执行前后去追踪下来 甚至你可以去变更 程式执行路径 因为你增加这个Trace Points 所以原本的路径是做完这个就做这个 你可以这样 可以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去统计这些值做一些事情 所以KBlobe跟EBPF也可以整合起来一起用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机制去追踪 到底客人做了什么事 好 那我们再继续探讨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过程中 帮大家画一些重点 就是我们有提到这个 好像这个Program 那个Program Program 底下的Interrupt 或者说这个MPState 就要看这个MPState 那你可以去把这些什么 每一个核子的资讯把它揭露出来 把这些Timer 还有总共的Interrupt 把这些排成 然后过程中呢 你会看到一些 一些那个术语 比方说那个Trigger 注意到这个Trigger 这个术语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 你学过电子学就会了 学过电子电路就会了 就是说这个讯号来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 基本上就是有看到就是这样 这个LevelTrigger 跟EdgeTrigger 那Edge呢 还要分什么 正元 复元的出发 所以你看到什么叫LevelTrigger呢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讯号 讯号呢 就是说我设定成这个 比方说我设定成 我去追踪1 所以我就1 那我就看到这个 上面是1 那底下是0 我就不管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事实上呢 从0到1的时候呢 它光网它不是一条线 0到1的时候可能会有些时间差 如果你去看一些Data訊 你会发现说它原本是0 到1的时候呢 它是画写的不是画直的 为什么会画写的 注意到 这是有学问的 因为是让你从0的状态 变成1的状态 其实它不是顺利会发生 所以它会有个时间差 那在中间的过程中呢 又会有个时间差 所以会处于一个什么 处于一个混沌未明的状态 处于一个混沌未明的状态 到底要选总统 对 处于就很难表态了 有时候要选 有时候不要选 所以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我最近好久没看到处于了 所以关心他一下 因为好多人都说出来要选总统 所以既然会有这种状态变更 它不是顺利发生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状态追踪 所以有个东西叫什么 你就不是等它稳定的变成1的时候才追踪 那我可以设定什么 要即将改变 比方说从0变成1 你就称为叫positive 正元出发 那反过来反向就是什么 我从1要变成0的时候 我就能出发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对于这个kernel tracing的意义在哪里 可大了 你要知道时间点 就是说因为 其实往往这个 有时候我们是要等到稳定再去追踪 这是一种 但多数的时候呢 我要去干嘛 去看这个状态改变 所以比方说这个中断触发 中断触发的时候呢 肯定会有一些对应的 像处理器的模式的改变啊 或者说某个flag 即将要改变 所以我们就可以设定 针对这个 设定一些对应的这个edge trigger 好 那接着呢 有一篇这个 你可能有看过的 就是一个电子书 那这些电子书写得非常好 就是它其实有讲非常多 这个议题 事实上我们在 核心设计这个讲座呢 其实就是 基本上是造这个电子书 去跟它 造这个章节去探讨 那只是说有些细节 真的还蛮多的 像这个 Soft Air Queue Test Data 跟这个Work Queue 到底它是怎么 怎么运作 那这个 这部分的那个细节 你可能就需要 就要自己看 那这里我们帮大家画一下重点 好 好 好 那 这个部分呢 好 就是说讲这个interval在做什么 这个基本上大概都 大家有提过了 好 要注意到一件事是说 事实上呢在不同的处理器呢 它会有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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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什么 它其实这个 我们之前有提到这样 interval 这个 接触 这些议题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interval Exection 这个其实它会 也可以设定成不同的优先群 所以就这样 那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说像这个 Mask 好 就是说我特定的那个interval 会被屏蔽掉 好 像这个interval 好 好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的描述呢 跟架构有关 好 所以这边跟你讲的是这个intel 这个s8664 好 那如果说你看不同的架构 像暗 好 可能这些东西的那个参口价值 可能就不是那么高 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细讲的原因 好 不过你还是需要知道 就是因为 即便你的最终 好 比方说你在手机上 你的工作就是维护这个 某一款手机的linux kernel 好 你的工作是这个 但是你可能对intel 因为手机里面用暗架构嘛 好 但是呢你可能还是要对intel的架构 还是要熟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程式法是公用的 好 但是很多状况呢 是在un跟intel都遇到 好 但是你可能intel的架构才会看到讨论 un的架构不太看到讨论 为什么 因为使用者族群不多 好 使用者这个数量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好 但是呢这个 概念还是相似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 接着来跟你讲 就是在哪里呢 来看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像那个 intel把disable 那 事实上在不同的那个硬体呢 都有类似的指令 好 比方说在intel架构下有个东西叫COI COI在做什么呢 就是叫去clear 就是去抑制 好 那就是 然后它反过来就是set 好所以你可以讲说 我这个COI的事情就是抑制中断 好 然后这个STI就是 就是重新设定中断 好 但是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不是所有中断都被抑制 好 好 就是如果说执行CIOI的话 有些中断是不会被抑制的 好 称为叫做NMI 好 那Maskable Interrupt 好 这些东西是不会被 不会被 不会被抑制的 好 那总之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有些必要的一些初始化流程 你可能需要知道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这个 接着就是说把那些必要初始化做完之后呢 好 那我们就要做这个 那个中断的处理了 好 所以就不要出request request app在 request app在后面 这个先忽略好 这个先忽略好 这 这分教育有一个缺点 好像讲得太细了 所以 没办法跟你细讲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个 Linus Kernel 对像那个request app 那实际上他做了什么事 这边就是学问比较大 帮大家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 扣掉了一些 特别的interrupt 那我们提到一件重要事情 就是 基本上其他的那些中断 就是 都是由这个外部去触发的 那扣掉早期的那个中断处理来这样的话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中断的执行 中断的触发呢 其实跟什么 CPU的core 是有关的 所以你看我这边有多少核的就会有多少结果 那 事实上呢 你在科目里面呢 可以去设定这个东西叫什么 就是 我最多要处理多少核 处理 处理CPU 这个东西是可以设定的 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呢 你的电脑可能有 双核 两个CPU Core 但是有可能四核 八核 但是你可以把强制摄影什么 就是有其中一核 就是处理器只管其中一核 这个东西是可以处理的 然后呢 这边就有个例子嘛 就是说你如果去看这个 Ir2 就是最好的 那你要在开机的时候才 才出这个min才有用 如果你开机已经一阵子了 比方说你看像我这台机器开一阵子了 这台机器开了58天了 所以这个讯息早被洗掉了 所以注意到你今天是要刚开机的时候 去按这个讯息 好 然后呢 就是说 那中间呢 就会有这样一个的设计 好 就是说我 我的intra 资源的多少intra 然后它就会有对应的这个 注册的intra handle 好 然后呢 还记得刚才讲过这个 nodespindag 还记得吧 那所以呢 这边nodespindag呢 也会有对应的这个操作 就是 在PreneRT来讲的话呢 spindag 会转换成 sleeping的那个 就它会转换成 转换成 转换成一个semophone 所以它是可以这样 可以被打断的 但是呢 我们底层呢 会有个什么 nodespindag 然后去做这个对应的 对应的行为 所以你在不同的CPU core 你要去特别去注册 所以注意到这边 好 那除了这以外呢 来讲的话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到 注意到什么呢 就是 就是 接着我们要去看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提到 不同的CPU core 会做不同的事情 那接着我们要讲个东西 叫vector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整个中段的处理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看一个号码 还记得我们在 同样在这个 intera这个讲座 我们在上半段 有提到一个重要的事情 这个 中段触发的时候呢 这个编号 会透过Bus 传递给什么 传递给CPU 然后呢 这个传递这个 资料呢 就是有明确的有 有 有起点跟终点 这我们称叫vector 所以注意到 就是电脑很多术语 都是从那个 数学的来量 那但是问题是 因为很多人对数学认知 是停留在考题嘛 就是 其实很多人 对数学认知就是 我做答做得快 就是懂数学 其实不难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观念 是不是能够 适用在很多不同的面向 这才是真正懂那个数学 然后有办法去呢 去 去 不只是知道 如何应用 你要知道 一些纯粹的东西 怎么一回事 一些观念上 比方说 什么稠密性啊 更好的物理术啊 这个物理术怎么来 不是用靠定义来的 它是一步步推倒 一步再演绎过来的 好 那同理就是说 我们讲这个vector也是一样 就是有明确起点 跟明确中点 各种东西叫vector 所以interrupt 会有vector 那一样 这个东西呢 它也是对应到一个什么 对应到一个数字 所以你看到我这个vector 就是我这样有效的vector 那你看这段程度多美啊 你看这个 你看每一个CPU上呢 会有什么 会有个vector 所以你可以查阅到一个vector table 然后呢 我在干嘛 我在去 去初始化 就是做这个 初始化 我对应的vector要挑到哪里 就是这个 就是它这个 编号 好 然后呢 这边你就可以继续看它的这个 程式码 然后 像这些 什么mesc mesc 这样的操作 注意到这些程式码呢 随着坑楼改版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你要特别去看那个 特别 一定要点进去看这个 连结 因为它里面列出来的程式码 可能是旧的 好 那所以呢 既然有这些操作呢 大概可以解释什么 解释每个CPU Core 好 它对于那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两两 动物 好 那 我们刚才提到 在这个 中段处理啊 其实你要考虑到不同的处理器的状态以外呢 好 其实你要在 就是 你现在看这个 结果就比较容易懂 好 所以这也是说在Linus来讲 一些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 你知道 一开始是程式流程 好 那后来 这个议题就是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Program Interrupt 不要小看这个结果 好 其实很多 作为系统 即便是商业作为系统 它其实没办法给你显示说 没办法让你得知说 每一个处理器啊 处理中段的状态 没办法这样显示 能够印出的结果呢 其实背后需要的这些基础 是蛮多的 好 所以你可以等下 这个讲座结束之后 你回去看一下这是什么 它的Vector 好 怎么去注册的 好 这个 阿雅库怎么处理 好 像这个每个AC 就是这个中段处理啊 真正开始执行啊 中段这个结束啊 就是这些什么 这些 这些 这些Codeback 好 这些Function 它都是Function Point的形式存在 但是因为它是 被动去执行 什么叫做Codeback 好 它的执行是 依据这个什么 依据这个什么 依据实际上中段的发生 去决定 而且这件事呢 跟每一个核的状态有关 所以它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叫什么 PerCPU 好 去到这 好 所以说这边就是PerCPU Data 每一个CPU的 对应的Vector 好 然后我这边得到一个Vector 这个Table之后呢 好 再去做它的什么 对必要的设定 好 然后接着呢 试试 嗯 接着有些细节 就是请他们看好 就是 这边是帮你画重点的也好 好 然后 再来 再来 我们来提到这个 Soft IRQ Tested 跟Vocube 好 然后这个东西呢 这个 一定要从这个TopHale 跟BunHale讲起 这个 有提到这个 这方面的概念 然后BunHale 背后的学问蛮多的 TableHale 就是赶快做完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想好像那个Spinlock 还有想那个Disable Interrupt 这种议题就可以了 但是呢 BunHale 它的学问比较大 因为它可能会 它会涉及到重新排成 它会排成 甚至有可能重新排成 尤其在PrinRT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些 复杂的机制 那么叫Defer Interrupt 就是说我们适量这个 Interrupt执行的 这个Context 现在会拖延 它这个实际的执行 它会被重新排 所以这里 就是它会被 它不仅会重排 但是它会被拖延 所以这个东西叫Defer Interrupt 它基本上就是SWIR Qtastic 跟这个VoQ 好 然后一样呢 你也可以这样去观察 所以你可以去找这个K-SWIR QD 好 然后呢 你有多少个CPU Core 就会有几个 想说 我们找个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话 我这边有Bug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会有01235的7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然后 那好玩的地方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这个 就是说你看 这个 像我刚才执行一个Grip 你看这个阶层 它是有阶层关系的 如果说你去显示 这个 就看到一个什么 就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数量结构 对不对 就说这样子 这边 然后 它对应的PID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SWIR Qt 那你看到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在 就是 我有了吗 有8个 所以 这边的K-SWIR Qt 是跟什么 跟 CPU 是有关的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刚才解释老半天 你就做这个观察 所以你千万不要傻到用看那个程式 那格物自知 对吧 再讲一次 你千万 在2.4的时代 或者说你 如果你跟我一样 运气 然后从Linx Kernel 1.3开始学 那还好 真的还好 但是在那个 后面的Linx Kernel 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 看掃描到看老半天格物自知 不可能 真的 你光这个 Intra流程 你都没有懂 又绕绕绕绕去 然后不同CPU code 所以你一定要对 动态 透过一些动态分析工具 然后搭配程式码 去交叉做实验 才能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SolveRQ 那里面有个专门的一个Cern ofRay 称为叫做KSolveRQD 然后它的这个直行就会涉及到一个东西叫做 叫做SolveRQVector 所以注意到这东西 这个Vector是有适合它的学问的 这个Vector就是会扣掉一些特别的SolveRQ 像什么Timer 或者是这个这叫做HiveUSDTimer 就像这边有个Timer 是一般的Timer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 高精准度的 它的精准度可以到Microsecond级的 就是这种Timer 然后我就会顺便去区别的 这些特别的Timer 然后事实上你会有个东西 在Poker底下可以看到这个 KSolveRQ 就是SolveRQ的不同的CPU Code 所以这边可以看得更清楚 就是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会有这种不同的设定 所以你看这个Hive 所以就对应过来 同理这边有Timer 所以就是在科目面就会有这样的表 就是看 所以一样你可以看到这个Timer 在不同的CPU Core数量不同 对不对 显然CPU是比较多的 在7的话显然是少非常多 然后一样这个东西要怎么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动态时期的资讯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当一个档案而已 你要去想这个结果是Kernel 告诉你的机制 那这个机制是怎么来的 一下就跟你解释了 就是说它对那个什么 比方说这个Right star 就是你要怎么去触发这个SolveRQ 就是它实际上怎么执行 然后在没有RT的世界 所以你看这层次板一看就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不是RT的 那艾伯森刚刚的那个同一篇就提到 要分这个有RT跟不是RT 所以请要对照看 那这边讲的是没有RT的例子 那就跟你讲说什么Vega Vega这个SolveRQ D 然后 那 Tested Tested是一个很特别 很特别的一个形式 它是建构在SolveRQ SolveRQ是很低阶的 那Tested是建构在SolveRQ 之上 然后呢 我这边的话就是 所以你看到这边来讲话的一样 所以你看到这个 就是在初始化的话 它就会什么 就会有perCPU 所以就是perCPU这个Vector 就会看到这个 perCPUData这边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Tested是建构在这个SolveRQ之上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里面就是 用那个link list 就是把这个什么 你可以想象说 就像一个那个串接 一个接着一个这样串接起来 然后它就 它就是把这个提供一些更高 高阶的这个封状 那注意到呢 不管是SolveRQ也好 或是这个Tested也好 它的这个设计本质是怎样 它是在interrupt context里面 这里面而已 然后接着有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叫VorQ 它就适合更长的 这是完全不同概念 注意到它是另外一个概念 然后它呢是执行在什么 执行在Kernel Process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Tested是建构在SolveRQ 它是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处理 那但是呢 在VorQ呢 是在这个Kernel Process的层面去做 所以呢 它的这个行为就有很大的不同 那对呢 那个资料结构也会不同 所以请对照看一下 这个底下这些描述 那在Kernel里面呢 有个东西叫KBOKER 你看哦 这KBOKER跟那个 如果你对照看这两个东西 K-SolveRQD CPU有几个 我们就有几个 然后但是如果你看KBOKER 它的数量不一样 那KBOKER的数量就会多很多 你看哦 这边有0 1 2 3 4 5 6 7 诶 这时候又跑到2 跑出很多个 就是说事实上呢 这个KBOKER呢 它是什么呢 它就不是在一个 只是在单一的这个CPU 它在考虑的议题 就不是单一的CPU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今天有两个不同的观点 什么观点呢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在 那个什么 Intel Context里面 注意到 像SolveRQD 或是那个 Testate 它都是在Intel Context里面 那所以我们就看是哪一个CPU 但是呢 VoQD呢 它是在什么 它是在 Process Context 所以你要注意到 它是Process Context 那 在Process Context的意义在哪里呢 所以实际上呢 我之前说的确 还是跟什么 还是会知道是哪一个CPU 但是呢 我会知道说呢 是在Process的状态 因为我一个程式呢 它可能在其中某一个CPU 但是呢 我可能在Migrate 或者说我会在互同的这个 就是 就是 比如说你看 那个 看一个例子 你看 在这个时间点 你注意看这24个核 其中有一定会比较忙 比方说现在是21 21现在又不忙了 这是换什么 3不忙了 然后呢 23又忙了 所以事实上呢 这些程式怎样 这些程式其实它会在不同的CPU 会跳跃的 它会去 会跳动的 所以同理呢 就是说在这个Process Context里面呢 其实它有没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讲这个 前面讲这个SovioQ跟Tested的时候 它是把限定在一个Inter-Context 但是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Process可能这样 会去排 重新排成 所以重新排成意味着什么 你可能会在不同的CPU上面 会去运作 所以注意到这个议题 这个是在这个里面设计 觉得蛮特别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 就是我要看这个CPU是Bound的 VoQ on chip on Bound 所以事实上呢 我在这个VoQ呢 它其实会什么 它会有这个 它会在一个CPU上 但是也有可能会跳到其他CPU 因为它会重新排成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思维 所以你要搞清楚说 Inter-Context跟Process Context的意义在哪里 不只是看到资料结构不同 很多人学那个课统就是看到 眼花缭乱的那些什么 Amateur FunctionNet 那不是整体 那是工具 对不对 但是关键地方是 我们要知道它本质的差异 我们只要是一个Process Context 它就意味着它可能会再重新排成 意味着它会在不同的CPU上 又可能会怎样重新出现 当然你可以限制说 我就要绑定在一个特定的CPU上 那所以你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的处理器 到底执行哪一个Process Context 其实是不能确定的 这个是要特别去留意的一题 好 然后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继续办法中演 最后我们来看到一个 就是在 就实际上怎么去写一个Devite Driver 好 这底下一个例子 好 那注意到 就是它里面的例子 有可能会跑不动 有可能是第一个来自 Kernel的改版 所以导致有些方式不能用 再来是 比较麻烦就是它用的周边 好 有可能在你的电脑上 是不能运作 尤其如果说 你是用那个虚拟机器的话 好 有很多程式码列出来 它不能跑 是因为它的那个硬体的期待会不一样 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件事 好 那我这边就忽略掉你怎么去做 那你可以当个练习 好 然后 接着我们终于到 最后的部分 来探讨这个 虚拟化 对这个中段处理的影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份同频片 就是 这种同频很有意思 就是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 在一个hypervice 什么叫murcher machine上的 这个就是 它是相关的Io的变化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有意思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要稍微知道 虚拟化到底在做什么事 那先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需要虚拟化 好 嗯 有一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 server book law consultation 这个在做什么事啊 这名词看起来很深啊 但是其实不能懂 你想一件事啊 假设你今天有机会去做一个 订票网站 什么年代啊 宽宏啊 宽宏啊 这种东西啊 宽宏的大量这种东西啊 好 anyway就是说这个 你做个电票网站 你会发现 电票网站很有意思 它是属于那种一天补鱼十天赛网 好 电票网站不可能一天到尾都会忙碌的 如果你的电票网站每天每刻都很忙碌 那也太厉害了 就是表示应该赚翻了 不过很多的电票网站不是长这样 他只会在特定的时间点才会忙 好 比方江汇 江汇说他要封麦了 那个要封麦了 所以很多人家抢在封麦之前 看一个什么 看一个这个 这个江汇的这个公开表演 好 那所以呢 在江汇宣布封麦的时候 好 那个订票网站就会爆多人 那当然江汇唱完之后 那个订票网站就不会那么多事嘛 不是每个 每个活动都像江汇的吸引力那么大 那问题来 你看哦 如果你是处于这种 一天补鱼十天赛网 所以意味着你的工作量可能就只有 百分之十是非常忙的 那百分之九十其实没在忙 那假设你现在有个资料中心 有一堆伺服器 那你要 里面有假设有100台 那既然你的工作量是 其实平常工作量是百分之九十 那讲到百分之九十是闲置的 那只有在特点时候 只有百分之百会忙 那你需要把所有机器打开 其实不需要 所以你在平常的时候 100台机器 也许就只开个十台 开个五台 那一旦工作量变大的时候呢 我就机器多开一点 这概念很简单 可是实际上怎么做 好 这件事 你看哦 平常只开五台或者只开一台 可是它的工作量会暴增 你不可能等到机器 就不可能等到那个工作量 全部上来 我才去开机器 那已经太晚了 但是你也不可能七到八的把机器打开 这太浪费电 对吧 这没有法外效应 所以比较好的状况是 需求量越大 机器开越多 那机器开越多的时候呢 就涉及到一个困难问题 你看哦 原本只开五台机器 所以五台机器上 有可能有100个连线 1000个连线 那我后来发现五台 那1000个连线可能不够的时候 我需要开个50台 或者开100台机器 那所以我 如果城市起来好的话 我可以服务 同时可以服务1万人 可是 我开了机器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那些连线会进来 或者说我今天要把这个机器 移转到其他电脑上 有可能我原本机器要关机休息了 或者说它就被打爆了 对不对 不能再运作了 那所以呢 我会设计到一个困难问题 是我需要去migrate migrate一个任务 那有虚拟化之后呢 这件事会变成很单纯 因为以前的五台机器上 它可能执行100个虚拟机器 那100个虚拟机器 可能服务比较1000个人 那所以我就原本执行在我的这个机器上 但是它不是很平凡 不是很繁忙 它虽然是号称 你看五台机器 100个虚拟机 然后呢它服务1000人 但是我讲的服务不是同时服务 对不对 它可能是零零星期服务 好问题啊 如果我需要同时服务怎么办 好可以 你就把这个都migrate到其他机器 所以我就把这个目前的虚拟机 搬迁到另外一台机器上 实体的机器上 可是呢 过程中呢 使用者可能没有感觉到 因为原本资料都在 你跟那个外界的连线还是在 所以外界就跟我说 我其实还是服务 但是它内部就不一样 就开新的机器 然后就再做migration 所以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做 这个东西叫做live migration live migration 在很多虚拟化机建设 比方说day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特征 好 那总之呢 这个live migration 搭配虚拟化 就可以做到这个 我称为叫做 server workflow consultation 那反之呢 如果说我这个同时上线 的人没那么多了 就是将会唱完了 但是我还是有这个 连线的需求怎么办 我就把它migrate到 固定一台机器 把其他的机器把它关掉 好 这是一种 那虚拟化的另外一种 使用的这个情境是说 像这个 有些软体 如果说你在业界工作 做那些 爱设计的朋友都知道 有些EDF2 它很贵 东西呢 动辄就是 动辄就是数百万 它第一个贵 第二个呢 它很麻烦 它其实需要安装 比较旧版的rehead 对啊 都快忘记了 很多人都说 wuntu 但是 它就是要rehead 而且是旧版rehead 那这很尴尬啊 你有时候旧版rehead 已经装不起来 因为电脑已经硬体不同了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好 你打开虚拟机 那把这个虚拟机呢 设定成什么 比较旧的硬体 好 所以你看 你可以在比较新的硬体上 打开虚拟机 用旧 模拟出旧的硬体 那旧的硬体 去安装旧的Linux 那在旧的Linux 那在旧的Linux上 安装这些EDA的开发工具 EDA的那些整个合成啊 整个这个 整个IC的模拟的工具 所以这会让这个 执行这个Negacy Solware System 然后再来是一些 比较奇怪的 比如你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啊 什么 smartphone 上面竟然有Virtualization 那 一般来说就是做到 比方说这个手机 那手机你想要考虑到一个Case 就是公司配电话给你 配一只手机给你 你可是一个业务员 好 这时候有个很困难问题啊 就是说 对公司来讲 因为他配手机给你 里面一定会安装一些 很特别的APP 比方说VPN 好 那公司会确保说 VPN的程式是安全的 所以他会去 VPN会监控 好 确保说这个手机呢 这VPN不会被随便开起来 好 不然VPN那些key啊 或者敏感资料 一旦外联的话 公司就明示可言 所以 VPN的程式 以这些对应的 那个 对应的那些行为 都是要被监控的 不然说他在哪里 登录 最多要被追踪 可是呢 如果这个讯息呢 传递给什么 传递给持有这个 手机的这些业务员 知道他会心里不舒服啊 我会给公司 卖力 卖有酒 结果你给我监控 我的这个中间过程 对不对 就会遇到这些劳资的一些冲突 对吧 劳资冲突呢 不要小看啊 有可能会导致最后导致罢空啊 好 所以要怎么解决这么紧呢 通过虚拟话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一台机上 要执行两个Android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公司用的Android 就是说 大家装那些VPN 所以公司用的Android里面 是全程是监控的 包括电话簿 监控的 那你公司的通讯录 也是 也是公司的账号 去存取 所以这中间是全程监控 安全的 然后有被 即可的 那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你私人用的 所以你自己要玩 玩那什么 微信啊 Facebook 你自己用 不要揭露公司引擎就好了 所以你一只手机呢 它其实有两个不同 我称为叫Personality 就是说 它透过虚拟话 建设 执行的两个Android 一个Personality 是公司的 另外也是个人的 那所以你就可以 避开那个隐私问题 你只要确保说 我执行的个人隐私的 都是跑在那个 在那个私人用的Personality 它就不会到公司用的部分 好 然后这个概念不难懂 而且这个虚拟话 竟然很有趣 它其实在1960年代 就出现虚拟话 其实是的 而且那时候已经有一些 相关的理论就被发展 这是 这是一个你可能 没有想过的事情 但是虚拟话要实做 其实很困难 你要考虑的议题是很复杂的 好 那直接帮你画重点 为什么这个复杂呢 有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叫Io 因为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以前一台电脑上运作 我要考虑到像Memory Map 一开始我提到这个东西Memory Map Mio 可是周边毕竟只有一个 但是我现在有两个 或是更多个作业系统 那请问问题 以前 你看在讲 在思考一件事 以前你是什么 你要做这个萤幕 你要去控制萤幕的时候 你要去控制萤幕的时候 就是我在作业系统里面 去把周边 跟 就是把它做机体的对应 所以就会对应到一段 连续的机体 那我就对这个连续的机体 读写什么东西 然后萤幕就跟着变化什么 原本是这样 可是呢 如果你有 两个 或是更多个作业系统的时候 请问要怎么对应 你要把就是 某个虚拟机 能够对应 做Memory Map 这是一种方式 独栽制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共享 就是比方说 你安装 你安装 你安装这个电脑以上 安装两个虚拟机器 安装两个Linux 或者在Windows上 安装Linux 这是一个Windows 那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请问我这个萤幕 到底要分享给谁 因为 对硬体来讲的话 它从来就是一个装置 可是对使用者观点 使用者期待来讲 它需要对应到两个 对不对 就两个作业系统 都可以对应到这个硬体 它都需要存取到这个显示 所以这怎么办 所以你光想这件事 就觉得很困难了 所以往往呢 我需要透过一个机制 去管理这个中间的对应 我还去限制 不能说呢 这个虚拟机 会存取到另外一个虚拟机内容 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在限制的 除非我愿意共享受 而且就算共享 也只能共享在特定的区域 所以你会发现 同样是MAMMAP IO 这东西在虚拟化的时候 它会变成复杂 那同理 像那个DMA DMA的引路呢 也是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我们在思考一下 DMA原本来说什么是 我们都知道CPU很快 但是周边很慢 相对来说是慢 但是 如果呢 每次CPU都去等慢的 周边的时候呢 或是什么事 CPU再怎么快 都快不起来 因为一直在等周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怎么设计呢 现行的电脑 多数都有这个DMA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 我只要干嘛 我只要 这个 让这个周边 好 主动通知 主动通知 我做完没 遇到失败 但是CPU原本的运作还是去运行 所以我就是做什么 下指令 下指令 给DMA control 我称为DMA-C DMA control 那这个control 接到指令 做特定指令 比方说我要去搬动 搬动资料 那我就 可以在不需要CPU的介入情况下去搬动资料 这概念很好 而且的确是抵规法律的作用 可是不接待 你今天到虚拟化的时候 DMA怎么办 因为 资料搬动是不经过CPU的 可是我又要在CPU上面虚拟化 虚拟出好多个虚拟的CPU出来 好 那虚拟的CPU到底要怎么做DMA的状态 对 你光写就觉得 哇天哪 怎么直接是多复杂 好 好 更复杂的是要出现的 Interval 一样的问题 周边只有一个 周边只有特定一个 有限 但是我的虚拟机可能会建议一大堆 所以我的中段处理 到底要怎么对应到这么多的虚拟机 对吧 这要去思考 好 所以呢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像画面中这样子 这现象呢 就是说 你看 这个 在右边 host端 host端就是比方说 NIC就是网路卡 对不对 网路卡的周边 然后你可能会一些 low cost storage 比方说硬碟啦 或是SSD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他会有这Io的动作 所以我就会有什么 我就会有一个 在Linus上有Io schedule 或是相对应的 Device driver 这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那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我在Linus上可能会执行一堆虚拟机 比方说通过KVM 可以执行一堆虚拟机 对吧 所以每一个虚拟机上面就像左边那样子 它有什么 它一样也是个Linus 那它也会存取到什么 存取到这些 想要办法存取到一些周边 还有一个作业系统 可是 我不能存取到真正的周边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大堆虚拟机 所以呢 事实上 我会存取到一个模拟的装置 模拟出来的装置呢 然后再透过什么 再透过Virtual Machine的Monitor 不是什么叫VNN 就是Virtual Machine Monitor VNN去干嘛 去把它对应到真实硬体 如果真实硬体不能对应的话 我就把它放在什么 放在一个虚拟硬体上 或者说有个共享资源 建立一个虚拟的资源出来 或者一个让它去重新排程 所以呢 整件事会变得很有趣的地方 是你原本host 上 执行Linux 或者执行其他追求 它就要考虑到什么 它自己的Device Driver 它要考虑到自己的Io Schedule 它要考虑到 我跟周边怎么互动 不然说前面讲的DMA 但是我在虚拟机上 我处理中段 我处理DMA 我处理这些 执行Io 我原本就有自己一套逻辑 但是我需要一个透过什么 一个中介 一个中介层 去把它对应到实体的操作 所以整件事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底下有写更多的 什么那个 有专属的 有切割的 共享的 诸材 这个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上 然后 所以事实上 在整个发展来讲 其实它有很多种层面 就是 要么就是完全是模拟装置 就是我用软体的方式去模拟 不然就是我去 导向 比方说我导向我的要求 我的那些命令 那另外一个东西 叫Path-through Path-through就是说 我把你的那些资料 我要要求那些IO的操作 直接转向到真正硬体上 那右边就是硬体可以加速的 所以像硬体加速的指令 什么VT-D VT-X 不管你Intel也好 MDA也好 都有对应的虚拟化指令 就在做那些事 那左边是做传统的 就是说经典典型的 不是传统 就是典型的这个机制 就是说像刚才讲的例子 你的软体需要旧版的Linux才能够跑 可是旧版Linux来讲 它通常都是支援旧版的硬体 那你新的硬体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在新的硬体上 很可能没办法把旧的Linux装起来 这怎么办 我先用个虚拟机 去模拟那些旧的周边 然后把旧的周边 模拟出来的CPU上 把你的Linux执行起来 再安装对应的软体 好 好 那主流有几个技术 就是像这个Zen 那个KVN 这都是 那我们在Linux核心设计来讲的话 我们会主要讲的东西 会是KVN 那不过呢 这个 这不影响你的理解 其实有很多这种相关的资料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接着来讲这个 跟Intel有关的部分 好 给你提一下这个Intel有关的部分在哪里 好 接下来跟大家探讨说 在虚拟化的建设里面 哪些东西是复杂的部分 好 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 我们已经大概知道说中端处理流程 对吧 就是中端发生的时候 处理器会进入到不同的状态 然后ISR 应到的收益式图 听过接着执行 那ISR执行的时候 有可能这样 遇到Nasty Interrog 对吧 那所以可能又切到另外一个 Interrog Interrog Context 然后呢 之后呢 这个要返回 返回到User Space之前 会重新排成 好 可是难在哪里呢 难在说呢 我们的虚拟机 好 我们的虚拟机 其实它有个虚拟的CPU 它也会有虚拟的周边 好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看这个 对吧 比方说呢 我的Timer 中端发生了 然后呢 中端发生的时候呢 那我就什么 就是 看了 就是讲到我这个执行 执行 Virtual Machine执行到一半 然后Timing tool发生 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的Timing tool 当然是真的Timing tool 就是硬体的Timing tool 就是硬体的Timing tool 所以我就要切回去到VNN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就是它一个虚拟机的整体的管理程式 要做什么 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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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那些Timing 更新的Tik 更新你 把看什么东西还没做完的事情拿来做 或者 重新排成 好 那所以呢 你会到VNN 那VNN呢 其实也没那么单纯 对吧 它要把目前的Virtual Machine的状态存起来 好 然后呢 它要决定我下一个Virtual Machine要执行 对吧 因为它们发生的时候呢 很可能要重新排成 所以我要决定哪个Virtual Machine要执行 好 然后呢再来什么 再来是去设定 好 Time Interrupt 然后这个Time Interrupt是什么呢 就是对应到Virtual Machine 就关了Interrupt 好 然后 然后呢 再去 复原 因为原本 原本 你下一个要执行的Virtual Machine 原本它的状态可能放在某个机体某个地方 某个Stack上 让你把它还原 然后呢 接着干嘛 再跳到 我将要去执行的Virtual Machine 然后 所以下一个Virtual Machine再执行 好 所以你看 光一个Timing的话 本件数字那么复杂 好 更麻烦在哪里呢 其实呢 这个中段 不是每个中段都是跟Time一样 这个中段有的时候还是会被 会被Mask 好 就是Timing基本上不会被Mask 但是那个其他中段有可能被Mask 所以我会被Mask的中段 还要看说我是在什么 在VNM被Mask 还是在Virtual Machine被Mas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中间的管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东西呢 其实它也还蛮复杂的 所以这个在 在不同的这个什么 不同的公司 去提供一些对应的虚拟码计设计 建设 比方说这个VTX 或是VTD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光是刚刚的情境 它的这个中段处理呢 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一个我们称为叫做 Pre-Anti-Context Speech 只是为了做什么 做中段处理 所以 而且这个中段处理呢 是在Virtual Machine 跟Virtual Machine之间的处理 它不是在 Swag 或是Hash 这种层面 是Hash跟Virtual Machine 那我要去保持一个Virtual Machine的资讯 是很多的 然后 我要去保持这个状态呢 其实也是影响是很大的 那这个东西呢 对效能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 Intel也好 NDA也好 他们为了这件事去发展一个 专门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基础建设 他们称为叫做什么 叫做 在这个VTX里面 它就有个VN VN Exit 或是VN Entry 去加速 加速这个 就是VN Virtual Machine Counter Switch的成本 那简单说 透过VN Exit 还有VN Entry 之后呢 那我就不需要 时刻都去保存那么多 那么多状态 但是它会有些限制 像这边来讲 会有些限制 这请有兴趣 记得给我们看 好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那刚才提到说 透过这个VN Exit 跟VN Entry 这样特制的这个指令 注意到这个是VTX 那在不同的架构 有没有对应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虚拟化技术里面 虚拟化的这些技术建设里面的中端处点 就要特别考虑到 有没有VN Exit VN Entry 这样的一个特殊指令的存在 去降低模式切换 的那个成本 那这个东西我忽略一些细节 然后我们之后会有个讲座 也在讲虚拟化 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 研究Lenskull根本在研究什么 整个世界 所以这个Lenskull 千万不要用格物自知去看那个程式码 你在怎么看 因为你知道对世界有点概念吧 你在看这些程式码才会有意思 好 那我没关系 再去看 就是 所以 像VN Exit这样的一个代价 其实它的这个成本 其实很可观 像你看 就是说 这边来讲话就是说 这个VN Exit 这是不同的成本 比如说外部中断 然后它的成本 就是每一次的那个 Exit 它其实外部的中断 它的开销是很惊人的 竟然 竟然有36万个 Cycle Cost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冲击 其实就蛮大 即便是有这些 基础建设 这些指令 硬体的加速 它还是会有 35%的Sold Down 但这跟过去的那些机制 没有这些 虚拟化建设好很多 就是像 早期像Zen 它基本上 要慢个 更 5倍 10倍 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更差的一些 虚拟化建设 或者早期的Cumul 它这个落差会更大 但是呢 在这个 你可以看到 VN Exit 这样一个硬体的指令 基本上它就在 对症下药 特别去处理这个部分 好 接着我们来跟大家探讨一个 一个 对应的概念 然后 有个东西呢 叫做WordIO 因为既然呢 这个 虚拟化建设 会有对这个 整个系统会有大的 效能影响 所以接着 人们就开始思考一件事 有没有可能我去发展一个 特别的一个 一个 基础建设 这个基础建设 可以想办法去降低这个 不管是VN之间的切换啊 或者是说 我这个 前面讲的Pet-through啊 这些 这些 处理路径 我们在设计这个Divine Driver的时候呢 我们设计成这样 就是说 你看到 就是 我有一个Guest Guest的一个Front-end Driver 然后会有个Back-end Driver 这边 特别在机会教育一下 就是很多台湾的工作职缺 我们缺Front-end工程师 我们缺Back-end工程师 你们看画面中有Front-end Back-end 阿宅 阿宅也有正面跟背面啊 对 所以 肚子比较大的一个叫什么 叫做Front-end 屁股比较大的叫Back-end 对不对 所以拜托吧 这个 直觉一半就讲清楚 Wave Front-end Wave Back-end 要不要讲清楚嘛 好 那这边你可以看看什么事情 就是说 我们把它这样去的 那VORDIO做了什么事呢 它把这个Front-end跟Back-end 它建立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呢 可以降低一些 就是 以前呢 需要非常 就很多程式码都要重新做 就不可能有技术件 是不同的像 VMware啦 或者 Cuming啦 或者是 KVN啦 Zen啦 这些东西都这样 都需要特别去做 那后来定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 就是把这个Front-end-driver 跟Back-end-driver 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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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涉起来 那这东西叫做 WordIO 那更具体来说呢 它本身意义在哪里 更具体来说的话 你看喔 像如果底层我是用 Cumul 或者用KVN 那我会有这样一个 WordIO的PCN的controller 那我在GasOS上面 GasOS上呢 我只要去写一个 WordIO driver 那 比方说 这可能是Windows 那Windows写好 WordIO driver 那我就可以在不同的 这个 Marchive Machine 不管底层是 跑QMI VMware 只要它能够多有支援 WordIO 那我就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使用 那 最重要的地方是说 因为我有这样一个 Back-end-driver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什么 直接在实体的层面 去把这个实体层 去把这个资料 去直接跟硬体沟通 表明它是一个网络 所以我可以想办法去降低 什么 资料传输的一个成本 那 这个概念很好 但是问题来 那如何处理 INTROAD 如何处理INTROAD 背后的学问 怎么大 为什么 因为INTROAD就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状态的改变 涉及到执行流程的变化 所以这个 同样这个 V-RIN 就是 V-E 就是WordCube 它其实它需要个什么 它需要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它还有个东西叫Virtual Interrupt 所以 我在GAS OS上 我会有个Virtual Interrupt 然后 host端也会有 因为 我还要什么 我有个Hypervisor 然后还要跟周边去沟通 然后 所以至少是有两次的Exit 然后 再来是什么 WordIO上面 就会有一个什么 对应的一个路径 就包含出它的这个 frontend driver 还有它的那个 backend driver 然后它有一个 KVN的marge 去沟通 然后 这后面的细节 我就不多谈好了 就是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讲这个 这些虚拟建设 其实它 它要考证进去 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on的部分 on的interrupt 我取来就选 就是来讲这个 因为Intel的东西蛮复杂的 所以我就 用on来 来探讨 那on刚好这几年 变成是很 很关键的议题 好 那 这边来讲话就是说 on 为了要支援这个虚拟化 其实它 投入很多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像GIC 然后有GIC V2 VGIC 前面加个V 就是跟虚拟化有关 好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GIC 最早它被提出来的 其实不是为了要做虚拟化 而是 要做多核 所以我们也趁这个部分 来介绍多核 你看 我们的 装置 实体装置可能就这样 固定 固定 数量是固定的 但是我的CPU Core 有很多 所以你看 我这边 通过ASI的BUS 串击起来 好 那问题呢 因为这个周边呢 这个周边可能很多个人 那我这个周边怎么去派送 所以是 社交的东西 叫做Distributor 所以我怎么去派送这些 来自周边的 中 这个 这个 中段 所以呢 我会有个特别东西叫Distributor 注意到 它是一个韧体 韧体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是可以被program 就是可以被重新规划 重新设计的 然后这边有个东西叫SGI 不要搞错 SGI不是公司的名字叫SGI 它叫做Software Generated Interrupt 由软体去产生触发的中段 这叫SGI 那 为什么我需要特别的一个韧体 去做Distribution 去做Distributor 就是因为不同的周边 它会有一个各自对应的interface 所以注意到这是在GIC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它是为了多核 所以我可以决定说 我这个装置触发之后 它会通知CPU 但是其他核不会去管 注意到这个东西 那同理就是说 我也可以设计说 我去mask 就是说 我这个周边触发 其他核都被mask 但是只会在CPU里 发生过程 我这个周边触发 一定要通知给不同核 或者timers 我周边触发的时候 我各自这个timers 就是通知这个 这个timers 就是通知这个 这个东西都可以规划 好 所以就是说 简单来说 这个GIC 这个GIC 这个G表是什么 其实叫做Generic 通用interface controller 你在硬体看到IC 基本上很多时候 都是讲这个interface controller 好 然后呢 就是说 它跟你讲说 它的这个MIL的存取 是可以有程式化 去规范的 那 有些东西是会被bake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 interface出发的时候 因为 我每个核 看到内容会不同 然后可以去屏蔽 特定的一些 一些什么 一些 一些 看得到的范围 然后呢 然后你就会有个distributor 那所以distributor 就跟说 每个中在触发 它会对应到什么 绑定到特定的这个CPU 好 那IRQ pin 会跟什么 你看到 这个 每一个CPU core 会对应一个什么 IRQ 然后 再次会有个东西 我们讲 我们就叫PPI 那就是 我刚刚讲到SGI SGI Soviet Generated Interrupt 好 所以我今天 我可以由这个 我去规划 规范说 哪个东西要出发 就是 interposition 但是也可以设立一个东西叫PPI 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PPI 就是说 我各自的 独立的 interrupt 然后呢 然后你可以透过SGI 看到 SGI就是一个 通用的界面在这边 对不对 那传递过来 但是一个专属的 专属东西叫PPI 好 那 一旦呢 要迈入虚拟化的时候呢 就要引入一个东西叫Virtual CPU 好 引入Virtual CPU之后呢 整件事会变得很有趣 好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引入Virtual CPU之后呢 好 我们要做到硬体的这个资源 好 就是说 刚才看到 我们要离开GasOS Gas的Virtual Machine 好 的成本代价是很高的 好 所以要怎么去改善效果 就要去降低 需要离开 就是这个VM Exit 跟VM 就是 就是VM Exit 跟整个 Return 就是说 离开回来的成本 或是发生的次数 所以有没有可能呢 让整个系统不需要 频繁的做VM Exit 操作 所以 在这个GIC V2 就是注意到GIC V2做了很久去的东西了 它就提供个Virtual CPU的Interface 好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这样 这个Interface呢 不是只有给实体的 也可以给什么 虚拟 所以注意到 这上面可以给一个虚拟的CPU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整件事就变得很有趣 就是说呢 中文出发的时候 我的错过这个Distributor 好 那我就 就会派送到 到虚拟的那个CPU上 好 所以我就不用离开 我原本的那个 那个虚拟机 好 因为它就是 一个通道 传递过去 所以 这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然后 我这个 假设我这个CPU有四个盒 但是呢 我就有八个虚拟机 好 所以这八个虚拟机的上面呢 它这个interface就增加了 所以就 就像框栗中这样增加 好 那 这个硬体概念是很好 但是问题 软件怎么实作 也就是KBN Linus 那个Kernel Based Virtual Machine 要怎么去支援呢 这件事就变得有点复杂 就是说 所以变成说它要有一个什么 它要有一个 在Kernel里面 一个什么 一个IRQController 好 然后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 就是要对应过来 然后 而且这种东西要能够去Program 所以你看这件事很好玩 就是说 所以我的Distributor呢 其实是有一个什么 一个模拟的 所以把刚刚的东西都改成了 一个模拟的 这里 把它改成模拟的 然后呢 那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就是 在这个 系统来讲话 注意到这条路 原本是没有这条路的 那我们这边有个 这条路 那这边模拟之后呢 你就想思考一件事嘛 我就是 就是原本GIC 有硬体的 硬体的设计 好 那我现在设计一个 Distributor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有 短体模拟出来 那一旦有这个 中在出发的时候呢 会有个Track 然后 我呢 去把它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 该对应的 那个 真正跑的 跑的那个CPU Core上面的 的操作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有点看起来有点怪 对不对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因为会是要跟 要跟这个 Intel架构啦 因为 KVN是一个 一个界面 所以它在不同的实作 比方说Intel的实作啦 AMD的实作啦 Aunt的实作啦 三色Win的Aunt的啊 有虚拟化 支援的 或者没有虚拟化支援的 还有64Win的Aunt 那这些东西都要考进去 所以事实上呢 它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 变更 就是为了要跟 不同的architecture 要能够相容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这方面的挑战呢 其实是蛮大的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 要去把说 KVN程式码 很大比例可以做到 很多架构是可以共用的 但是跟架构有关的一些调整 要如何把它形列进来 这个是在这个过程中 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但是在GIC V2呢 的确它在像KVN 它的整个其实会有些困难 所以后来就有个GIC V3 V3呢 它在设计的本质上 就有考虑到什么 到虚拟化建设 而且这件事又做得更细致的 所以看到前面画图的时候 还可以画成这样 还单纯的 在GIC V3的时代 就变得很复杂 除了这个原本以外呢 因为我的CPU Core 数量就变得很多了 然后呢 还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这个 记忆体的虚拟化 所以还会有专门这一层 像一些 DMA之类一体 然后呢 有个很麻烦的东西 就是IRQ 捞艇 所以就是 就是IRQ要怎么去派送 就是这些路径 那它要 可能 你看这个东西很high Millions 的Core 所以在GIC 可以看到它的目标很大 就是说 它其实可以派送到 很多的不同的Core 那这个设计呢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像AM7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像那些公司 就是像Qualcomm 还有Marvel 都有投入 Under Server的开发 那包含说Facebook 也有在投入这方面的开发 那 Under Server有个很重要的卖点 不是它的CPU项目有多高 而是它的CPU density 也就是说 在同样的实体的空间上 我可以 我可以叠加 可以摆进去的Under Core 密度可以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单一的Under Core 比单一的Intel Core 单纯很多 但是我的晶圆来讲 就像台积电源制程上 我可以摆很多不同的 我可以摆的电晶体 是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的晶层 取决于你的Dice Size 就是晶圆多大 所以在同样的晶层 在同样的Dice Size上 如果呢 你需要摆入越多的Core 你要确保说 每一个Core 它需要的电晶体 数量越少 那Under Server 那Under Server 是有优势的 所以Under Server 其实不是为了 为了单狠的效能 它是为了多狠 所以就像蚂蚁熊兵 把它拼凑起来 所以它的捞体呢 就考虑到这些议题 那后面的东西 我就忽略了 简单说 在过程中 KVN 就有必要的一些调整 那这方面调整的话 就会让不同的架构 又更相似的部分 好 那我再帮你画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 所以 因为KVN 它有很多设计来讲 需要 需要跟Intel 要有相似 所以就变成说 这对Under Server 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要怎么把它 把它 所以你看像这种 什么GSI Louting 这个 在Under Server 其实它不需要 但是 但是现实程度 有这种机制 所以大家要去支援 然后再来是说 像这个MSI 正给大家对照看一下 那个GIC 的一些文件 简单就是说 在 在我刚才讲到这个部分 这个MSI 然后 这边 有个特定的 机体 那这东西又跟 像GPU 会有关联 就是那种 GPU 会保留一些特定的 一些机体空间 那像这个 考虑到这个议题 进去之后 那整个一些 会变得蛮复杂的 好 那总之在这片 投影片就告诉你什么 就是Under 其实这个 这已经发展一阵子了 我猜猜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是在2017年 2017年的一个投片 那所以 其实像Under的 整个K片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变动 不过 你可以大概可以看得出 它一些相关的挑战 好 然后底下有一些 一些资讯 你可以参加这一篇 这篇中文说明 就是 这个说明 就跟你讲说 像这个 SGI PPI 注册 你可以对照看 不过要注意到就是 它里面写的内容 以V2 那没有特别去讲V3 GIC V2 跟V3 有些地方是可以 会可以共用的 但是就是 但是V3 有些特别东西 好 那这边帮你 点一下 所以就是 这边讲的东西 是GIC 400 是V2架构 然后注意到 它的 在设定上 不只是考虑到多核 还考虑到 虚拟化以及Trod Room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 这个Trod Room 简单就是说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式 这个模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图 你可以比较懂 就是说 在一个特别模式下 很有趣 就是说 你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有个东西叫 Trod Room Monitor 那它会在一个特别模式 就是Eception Level 3 那 简单说呢 我把系统把它切成 两个层面 一个是像 安全的系统 一个不是不安全的 一个是开放系统 什么叫开放 比方说 Windows Linux 都是开放系统 所以看得到 你要么看得到程式 你看到API 要么可以 接受网络的一些连线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一些 像区块链的 安全支付 这种 用脑袋想知道 这东西很关键 万一终于被赶走 像某某公司的老板 说 他有一百多人 可以进入他办公室 都恐怖 这什么世界 刚才把API删掉 太可怕了 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 安全的操作 像支付 注意到 今天安全的相对词 不是不安全 而是有待缺的 所以它是开放的问题 反过来说 我们要确保一个系统 是要安全 一般来说 它就意味着封闭 意味着 它是有限制的 它的直线是限制 它不能超出来 它会被限缩到一个范围内 好 那所以就会有一个东西 我们叫TA 叫trusted application 所以在这个GIC 跟这个trusted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观点呢 一样 因为左边跟右边 都会有什么 都会有中段处理 所以一定有些中段 会在右边发生 在这个screwwall 那一定有些中段 会在左边发生 可是左边跟右边 它是互次的 也就是说 我执行右边的时候 我左边不能执行 执行左边的时候 右边不会执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也会有 需要透过GIC 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然后呢 这边解释完名词之后 注意到那个disputant 就是一些书名 然后再有些限制 就看一下 好 然后 好 这个 所以在那个窗户中 来讲的话 有个东西叫securing the route 就是说 它是要被 被隔离 被 被 被特别处理的一个 执行环境 所以 特定的中段 也是要这样发生 比方说什么东西需要secure the route 举例来说 这个 假设你的指纹 注意到 像那个iPhone Android手机都有这个东西吧 指纹辨识 那指纹辨识 你把其他的程式码看到 对吧 如果这个intel handle被其他程式码看到 发生什么事 你的指纹这样不就被坑光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指纹的程式 指纹分析程式 以及指纹处理的intel handle 放在secure 好 所以放在刚刚这个 放在这边去执行 好 所以我就会设计到 这边 这边就会有一个 secure interrupts 好 就是这东西 好 那这个东西 你就稍微有点概念 好 那我们之后也会希望 希望跟讲座人讲这个 好 讲这个穿住 跟这个 这种 isolated execution 好 好 那接下来讲这个virtual interrupt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事实上的在这个hypervisor 它不是只是要做指令的虚拟化 就是你要虚拟化一台电脑 不是只有CPU的 CPU指令的虚拟化 不然说这个 这些周边 这些memory 都是很大的挑战 而且 呃 因为指令层级的这个虚拟化 基本上是太大问题 有很多像VTX都有提供的技术 但是 在这个 Io memory 然后 还有 一些必要的隔离 好 这些东西的这个 还在芳心慰爱 所以 所以其实 就是说很多人 学习Linusknton会觉得挫折 哇天啊 Linusknton已经很复杂 它就是看到一个世界 对吧 可是 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学习 其实很多时候是 你把它抵达稳 好像人家有点耐心 花一点时间 好 可能是半年 一年 或者更长时间 好总之你就把你也抵达好 好 当然要从西医院程式开始 研习功率 对 就是你要从西医院 把这个 基础 还有 把他出这些作业系统 这些知识 还有这些Architecture 好 那高董 那高董之后呢 你要去找一个地方 可以见风插针 也就是说你去投入 好 相对短期会看到成就感 短期不是今天 今天看到成就感 然后可能花个一两周 好 那你可以在里面修改必要程式码 可以观察出Linux 可能运作 好 你找到一个这种见风插针 那个点 那虚拟化就是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好 因为很多地方一直在做 好 那 而且他的这个讨论 还有一些文件 其实还还不错 好 还有蛮多可以对你参照 好 好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东西是大陆的一个朋友 他在整理的 就是他叫做窩窩 窩窩窩科具 好 这个 这个字在台湾念锅 在对岸念窩 好 蜗牛 好 那这边呢 就跟你讲了什么 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中段 然后就讲这个 就是说如果你刚才讲的 刚才听的东西 没有你懂的话 你可以参考这一份 你顺便当复习 那这边来讲的话就是 他以 呃 他这个系列的文章 他是 他是好几篇 然后 他是以安的这个架构为主 然后 所以就是 不然说这个不同CPU 然后那个 像那个 通过那个GIC 然后去派送 GIC 好 然后呢 那事实上呢 在这个Linx Kernel 就是他的这个处理 就是要注意到 他是 per CPU 或是有perCPU Data 然后他会有 对应的那个装置的那个 动作 像前面讲的那些 不然是 corrected device 你要去open relite 像这些 这些操作 好 然后呢 再来是 会有个东西叫 Irq Domain Irq Domain 的话就是 这东西 所以要怎么去理解 因为事实上呢 很多那个中段 他是 会去分 就会分这个 不同的场景 比方说 GPIO 或是PCI 它会分这种不同的场景 所以事实上呢 在Linx Kernel来讲 会有个对应 对应的这些描述 所以 所以你发现说 你要了解Linx Kernel 绝对不能只看程式码 你要去至少 你要去看懂 它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硬体行为 好像这种东西 所以你可能需要 先懂 比方说这样做 TPL Control PCI 它大概在做什么事 好 那这个东西 了解之后呢 就是 之后呢 好 这一开始你可能 比较挫折啦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好 接下来讲这个 跟刚才讲的有关的部分 好 那就是刚才在看 探导程式码的时候 不是有讲的这个 Irqs 对吧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中段的处理 跟什么 一个是硬体的部分 就是Interval Control 就个别区别在做的事情 那个别控制在做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是 CPU Data 好 所以你要这边要把它串联起来 就是我这个中段发生 它会通过GIC 或是通过那种 APIC 这样的一个 Interval Control 它会去不同 派送过程 然后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会有一个什么 Irq description 然后去描述 描述一个特定的Irq 那我要怎么去处理 那我要怎么去处理 我的高阶的东西在哪里 然后对应的那个 chip的抓围在哪里 然后对应的那个 interval Control 要做什么事 好 然后再来是 另外一个是 从CP的观点 CP的观点 我要去看 哪个东西要去处理 所以刚才还记得 这一段程式码 刚才记得有看到 对 那 这个 嗯 在旧版的Linux kernel来讲的话 Irq number 跟硬体是有一定的关联 然后在有些程式码 会写得比较紧 但是Irq domain 所以注意到 你要去查一下 查一下这个Irq domain 那Irq domain 引入之后呢 就是Irq的号码 跟CPU 它就是这样 它就会隔离出来 这个是要去看的 所以注意到 我们刚才都讲了 里面有讲一篇文章 还记得吧 讲这篇 对 那这篇文章的时候 你读的时候 你就要很小心 因为像Irq domain 它就没有提到 所以这篇建议是这样 就是说 我建议说 学习Linux kernel 就是精肯的 你可以把 相关的材料先 浏览过一次 浏览的时候 把一些关键字炒起来 你可以看快一点 然后接着你去看 看另外一篇文章 思考一下 刚才前面那篇文章 讲概念 跟这篇文章 会不会对得起来 对不起来 对不起来的时候 往往是意味着什么 可能科隆过时 或者说 你有认知 可能有些问题 那接着干嘛 开始去找一些 范例程式码 找一些实验环境 像我刚才那样子做 去跑实验 去观察 它的实验行为 然后接着再去看程式码 不要一看就去砍程式码 一砍就去砍程式码 根本就找死 这东西太复杂了 那总之就是说 在这过程中 Nitkno 在这方面是有封装 然后注意到 里面也是有 物件导向的 实验概念在里面 然后注意到 这一段 这一段 请你回去慢慢看 就在讲说 以GIC为例 实际上 它的东西是怎么对应 STI PVIR Private 或是share 是怎么做 请你对照看这个部分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是 中段处理的话 事实上 因为我每一个CPU 会有个对应的操作 而且我们就希望 通过IRQ Domain 去区隔 所以下一个难题在哪里 在说 我的中段的处理 其实它一个是IRQ Chip 然后另外一个是 对应的那个CPU 然后 对应的CPU 有可能会涉及到 就是另外一个状态问题 就是说你看 吸动某个CPU 在处理某一个周边 然后呢 这个 结果这个 中段 就是处理到一半的时候 又发生了 可是 可能是由其他可去处理 注意到 有可能会有其他可去处理 所以 这个 这个状况呢 会怎样 会导致说 我原本那个CPU A 是在Painting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这时候 CPU B 有可能它是 Destable Interval 所以 我这个IRQ 就被Destable掉 所以 我原本 它还没有办法 就是它没有设定 Painting 就 就离开了 所以再讲一次 你看 我现在处理一个中段 然后 这个处理到一半 就同个类型的中段 处理进来 然后 这时候呢 就是因为 我们前面有讲过 像SpinLug 在实作来讲的话 会有 会有什么东西做的 它会通过 那个Destable Interval 可是 这个Destable 那原本 CPU A不在处理那个 那个X 所以我还没处理完 就被Destable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来讲的话 事实上在做这件事 Re-Enable的时候 其实要去看 有没有这个 Reset的需求 所以注意到 这种状况 它有一些 议题要去处理 这个请你慢慢看 这个东西很麻烦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就是我们讲一个 这个Driver的API 所以注意到 就很多人写 这个Divine Drive 基本上就是 以为说 Datashift翻折 然后这个东西 复制天上改一改 也许以前是可以 但现在是绝不可能 因为现在要考虑 因素真的还蛮多的 好 然后呢 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要考虑到 像刚刚讲的 Pre-End RT 所以你要考虑到 像这个Request IRQ 所以就考虑到 这个Intel Context 有可能 有可能会被抢占 所以以前 以前那个 Intel Context 是这样 就乖乖的在这个时间点 就会执行完 可是呢 在Pre-End RT 来讲的话呢 真是很麻烦 就是说 事实上呢 这个执行大 一半 它会跳 会跳出 会跳出这个执行 所以 你会发现说 整一次会很麻烦的地方是 你来看看这个困难 以前不管是多少个 就是以前 如果是 Pre-End is None 就是没有 Pre-End的话呢 它会很单纯 就是说 User Know 那Know执行到一半 有这个Intel Context 但是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Intel Context 执行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高优惠任务 会被换洗 甚至被执行到 那之后呢 才会干嘛 才会执行我们的Intel 所以这个 这个时间点 不往后拖 这边真正执行的 时间会拖 所以 我们在这个Intel Context 来讲话呢 它是可以 可以是 被抢占的 所以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执行路径 会有很大的变革 所以你可以 对照看一下底下的 一些描述 所以 所以 其实这个写的东西还蛮很多的 好 那底下是 按的部分 这我就不讲了 就是还有这个GIC 还有这个SOIQ 好 然后 我们这边总结一下 就是说 我们这边 零零三餐的 讲了蛮多东西 所以 可能你在一开始 吸收上 会有些困难 所以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 了解说这个 硬体周 周边 这个 就是中段出发 绝对不是 只是看这个 可能那么单纯 其实你要了解 那个Intel Control 像这个 859 AP APIC 或者按的这个GIC 你要知道它的 这个拒绝行为 那 之后你要知道说 这个像 Nasty Neroa 或者做这个 Unod 处理 TubHell 然后实际上 这种 Defer 的 Intel Handle 是怎么做 透过这个SOIQ Tested 还有这个Vocube 这些基本建设 那这边真的懂了之后 你去做一些实验 然后接着人家考虑到什么 在这个多核 还有刚才这个 Prevention 这个 这个行为 那你其实善用 像我们之前有提到 EBPM 你其实已经可以搭配 去处理 EBPM EBPM Interrod Context 那你可以在 在这个网络上 找一些资料 就是说 我去找 针对这些 针对分析的 Interrod 然后这个 像这个 一个 一个描述 你可以去 安插一些 对应的 trace points 然后搭配 Kprobe 那就可以了解 然后再来是说 在整个这个 虚拟化 其实你要考虑的议题 就会变得说很 就很广泛 好 那么就是说 我们探讨在这边 就是快快速把这些 相关的 这种 这个 排层啊 中断控制器 然后这些 这些是 还有 还有稍微讲一下 这个虚拟化建设 来 甚至就帮他去穿重 好 那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好 但是 但是其实说 在 研读这个 interrod的资料的时候 请你把一些相关的 背景知识 教它对照 而且需要对照蛮多组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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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